新兵故意把用完的垃圾丢在地上 然而这一幕正好被连长看到 新兵这才意识到自己这种行为损坏了军人的形象 正准备捡起来的时候 却又被连长阻止 因为连长认为 是自己没有对新兵严格要求 于是就准备自己动手 连长的行为也被参加体检的汤小米看见 他认为连长是在故意作秀 于是就想整一整连长 随后他就来到沙坑 还特意抓了一把沙子 还把沙子倒在了连长的哨子里面 小米你干嘛了 等连长拿起哨子一吹 差点没把自己给噎死 他怎么也没想到 哨子里面怎么会被人故意放了沙子 在左右看了一下之后 就发现汤小米的脸色不对 这也让连长怀疑起来 但是他现在也不敢肯定 是不是汤小米干嘛 可是机会马上就来了 刚好轮到汤小米测量身高 但是汤小米却不敢拖鞋 这也让连长确定就是汤小米干嘛 为他们参军入伍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环节 那就是要进行面试 所以说不光是通过体检就可以了 然而对于这次的面试 连长准备的也是足够充分 甚至让男人当场表演拆装左轮手枪 因为这个男人的名字就叫左轮 而且他家三代从军 可以说是军人世家 可是因为自己的脾气太傲 已经被连长淘汰过一次 所以连长就想让他再成熟一点 可是当连长说 如果今年还是不让他通过会怎么样 如果我今年没有通过 我明年还会再来 这个回答也让他们很惊讶 然而等到汤小米来面试的时候 连长却一脸嫌弃 可是汤小米却一场主动 根本不给他们提问的机会 直接就把他们想问的问题 全部说了出来 甚至还提前准备了演讲稿 这一顿表演也让他们 差点没当场笑出来 可是连长却还是一脸无懈 而且还当场发飙 这是哪儿啊 PTV啊 倒台啊 华中取船 我这你说啊 我们要明时间看你表演 出去 于是汤小米就准备出去 可是却又被叫住 因为除了连长 其他两个接兵干部 却对汤小米非常感兴趣 当问他还有什么其他特长 汤小米却说自己还会算命 于是就当场给他们 三个接兵干部算起了命 而且还能基本说到点子上 但是当说到连长的时候 就开始胡吹乱看 我认为你今年 会有一次水灾 一次车祸 还有一次大国出份 避嘴 记得连长就要赶他出去 但是却又被土豆给拦住 甚至还问出了更加搞笑的话 你觉得 我今天土豆瘦成了什么呀 你什么意思 女孩为了当兵 居然当众剪掉了自己的头发 这一幕也被连长认可 因为在部队是不允许女人 留长发的 从这也能看出女孩的决心 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此顺利 当面试人员询问 他还有什么特长的时候 女孩差点没有惊掉 他们的下巴 起码射击攀岩潜水 日本控手道 河济岛 泰拳 抬圈道 巴西柔树 看着若不经充的女孩 居然是个女汉子 可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却突然冲了进来 原来他们是女孩的父母 因为女孩来报名参军 还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 在父母的眼里 一个女孩子去当兵 完全就是胡闹 为了能维持面试的基本秩序 土豆班长就让他们先出去 这估计也是 所有做父母都接受不了的吧 但是看到了女孩的决心 连长反而更加喜欢 近日兵我用了 谢谢校长 可是当兵毕竟不是随便说说 要知道部队 可不是想轻浮的地方 不管男女 都必须接受艰苦的军事训练 所以做父母的 基本上都不希望 一个女孩子去部队 汤小米也是一样 她的父亲也是不同意 你不是不喜欢当兵吧 尽管父亲如何劝说 甚至还提出 愿意让她出国留学 这样的诱务 都阻挡不了 汤小米去当兵的决心 甚至还直接把父亲 给推出了房间 可想而知 汤小米为了当兵的决心 有多大 其实她去部队 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 那就是她的母亲 就是一个军员 因为她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离异 所以性格特别孤品 所以她母亲 希望她去部队锻炼一下 成为一个独立的女孩 当她们坐上军车的那一刻 她们的军旅生涯 也真正开始了 但是汤小米却不是省油的灯 她居然煽动 大家一起去野外玩玩 下来的日子会很苦 但是那些都是明天的事 我们还要享受最后一把 随后她就一直给开车的老兵喝水 直到老兵憋不住 他们就成鸡桃跑 而且还在野外搞起了小烧烤 他们是真不知道部队的纪律 等到其他人都来到军营 才发现少了他们这一车人 报告连长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把三个车走 车上人都不见了 只剩下老是芭蕉的林木子 于是连长就问其他人去了哪里 报告 我不能说 气得连长都想拨吞了她 而还在野外的汤小米却又来到了一个橘子园 但是他们可不是来偷橘子 而是帮助果农摘起了橘子 而且还玩得异常开心 可就在这时又来了两个新兵 小米 夏夏觉得你走了 我们一车人都有责任 所以过来找你 希望咱们能一块回去 在他俩的劝说之下 也就跟他们回去了 可是任性的汤小米却还不肯回去 坚持要把筐子装满才肯回去 殊不知他的行为也被果农发现 等到他们都回来以后 连长简直快起疯了 随后就准备惩罚他 可就在这时刚才的果农却过来 而且还给他们送来了锦旗 这也让连长为难起来 刚刚的批评就不好意思再继续下去 仇人见面才会分外眼红 可是这两个刚刚入伍的新兵就好像仇人一样 看着他俩的架势 就知道会有一场大战 可是古灵精怪的汤小米却说 我是站在你的床呢 还是一不小心踩死了你心爱的小强呢 随后还在夏夏的身上闻了起来 就好像是在他身上发现了什么线索一样 你刚才那句 严肃点 透着一股兵味 这话说出来摆明就是在志气 因为汤小米来当兵是母亲逼他来的 而夏夏来当兵就是想在部队实现自己的理想 所以他不愿意跟汤小米分在一个班 就是怕汤小米拖他的后腿 可是汤小米却压根不在了 或许是两个人的目标和方向不一样 两人才会针锋相对 尽管其他战友前来劝阻 也没能平息两人的愤怒 随后两人就准备切磋一下 我是跆拳道黑带 你别说那么多屁话 我告诉你什么事情是了才知道 可是汤小米怎么可能是跆拳道黑带的对手 几招下来就被按在了桌子上 可是汤小米却不是吃得下亏的人 随后就开始偷袭夏夏 就这样他两也算是打了一个瓶手 两人的暗地较量也算是正式开始 然而连长此时却突然进来了 因为他们女兵刚进到军营 一定会携带着很多违禁物品 所以连长这次来 就是让他们主动把自己的违禁品处理掉 这也是他们成为合格军人的第一步 随后连长却又开始针对起了汤小米 或许他还在记恨他私自离队的事 别人要三分钟完成的任务 而给汤小米的时间却是一分钟 这也让汤小米气不打一处来 随着连长的一声令响 宿舍里瞬间忙乱起来 因为谁也不想刚来部队就受到惩罚 可是汤小米却棱在了原地 或许是连长刚才的话把他给震住 然而并不是每个女兵都那么听话 眼前的威利亚就动起了小心思 他准备把自己的化妆品悄悄地藏了起来 这一幕也带动了老实芭蕉的林木子 女孩爱美天经地义 然而他们现在是在部队 他们这点小心思 怎么可能逃得过连长的法眼呢 而汤小米却对手上的强力胶水产生了兴趣 等连长再次进来检查的时候 一只招财猫就这么明目张胆放在桌子上 可是狡猾的汤小米却认为自己这个只是存钱罐 气得连长就要把他扔掉 原来是汤小米用胶水把他沾到了桌子上 气得连长一用力 就连桌布都给甩飞 随后就要汤小米把士兵职责超五十遍 但是在检查邪行包的时候 又发现了异常 而且在床上也发现了更多的化妆品 是谁的东西 全部涂到自己脸上 出去军司一小时 随后就出现了眼前的阴霧 这也让汤小米心里不是滋味 毕竟他们是一个集体 随后就要去和他俩一起受罚 这个行为也带动了其他女兵 他们所有人都擦起了化妆品 然后所有人都被化成了花猫站在一起 这或许就是战友的情谊 但是他们的行为也被前来的副旅长发现 不对啊 没这么多人 从未见过如此变态的连长 居然用训练男兵的方式来折磨女兵 看着他们的马步不合格上来就是一脚 随后他还感觉不够刺激 于是就又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你们俩练一练 练得谁站不起来为止 对于这样的命令 女兵也是不得不服从 这明显就是知道他们两个对彼此都不服气 然而到了现在 他们两个还不知道连长是故意这样 反而两人还在赌气 随后两人就摆开了架势 然而作为跆拳道黑带的下下 明显实力在汤小米之上 但是作为刺头兵之王的汤小米 显然也有刺头的资本 而且他还有一个外号 叫做石像权不能 然而他们入伍前的一切连长都了如指掌 他就是要把他们先折磨到怀疑人生 再重新定型 这也是邓叶连长独特的训练方式 甚至连饭都不让他们吃 让他们这些刚到部队的女兵 饿得半夜睡不着觉 饿得都睡不着觉 于是汤小米就决定主动出击 果童几个女兵就来到了炊事班里面偷包子 完全不知道这都是连长提前设计好的 等他们刚刚回到宿舍 还没吃几个呢 就听到了外面的动静 吓得他们立马把包子丢进了垃圾桶 还拿着书本假装起来 可是他们这点小伎俩 怎么可能瞒得过连长的法言 拿过他们的书一看 随后拿起地上的垃圾桶 就倒在了桌子上 要他们把剩下的包子全部吃下 这对于从来没有吃不苦的女兵 就是一个艰难的挑战 或许这是他们第一次吃垃圾桶内的食物 但是这仅仅是连长的第一步 那就是要把他们女兵的眼泪全部流完 然而连长或许是完全低估了这群女兵的实力 要知道他们里面还有一个名弯不灵的汤小米 等到他们好不容易挨到了星期天 他们就展开了对连长的报复行动 表面上他们是在给连长精心准备自己的拿手好菜 其实一个个都个怀鬼胎 尤其是汤小米 甚至还提前准备了魔鬼辣椒 为了不引起注意 他还细心地把它和其他辣椒混合在一起 等他们都准备完毕以后 还特意给连长写了一封邀请信 听得邓叶一脸交 新兵连女兵三班全体成员 特制周末感恩叶 他还以为自己的训练方式已经有了成效 甚至还邀请凌云一起去参加 可是凌云却压根不幸邓叶能够这么快降服这帮女兵 而且还怀疑这群女兵一定是另有所谓 等邓叶开心地来到他们班里面 汤小米还告诉连长 他们每个人做的菜都有特殊的含义 还希望连长能够细心品调 等连长吃下第一道菜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立马就变了 这道菜叫百感交集 希望与连长一同分享 自己在新兵连这段时期的美丽心情 这话一说邓叶又不好意思吐出来 随后就一直要喝水 然而喝完一口饮料 脸上的表情居然就像是一部电视连续剧 百感交集全部涌上心头 随后一盘切好的洋葱又摆到面前 差点没把邓叶的眼泪水给熏出来 于是就拿纸巾擦眼睛 女兵们更是默契地配合了起来 连长 你没哭 你真的没哭 汤小米和左伦两人就在争论谁的枪法更好 随后他们就要比试一下 但是实弹打把需要连长批准 所以两人就来到了连长这里 PK射击 干什么玩笑 但是凌云指导员却认为他们的勇气可加 连长不同意 但是他这个指导员却批准 因为凌云认为部队就应该有这种多样化的训练方式 正当他两人还在讨论的时候 副旅长却来到了这里 得知他们讨论的事情以后 就说只要不耽误正常的训练计划 就可以批准 因为他也想看看新兵的实弹打把训练到底怎么样了 既然是副旅长做了指示 连长就不得不服从命令 所以也就同意了他们两个的申请 等他俩出来以后 其他新兵已经被他两个气魄给惊讶住 因为作为一个新兵敢主动申请实弹比赛 而且还成功了 简直是不敢想象 然而汤小米却提前开始了心理攻击 等到第二天 他们的实弹比赛也正式开始 连长还给他们规定了比赛的规则 而且还提高了比赛的难度 还把沃兹射击改成了利兹射击 同时还提高了射击距离 这对于新兵来说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汤小米和左轮却很有信心 等汤小米刚准备射击的时候 左轮却一把抢走了汤小米的步枪 随后对着靶子就扣动了扳机 因为左轮是军人试驾 自己也哭爱枪械 而且还能准确识别天气对射击带来的不利影响 我刚听你效果枪 三个弹孔全部集中在四点钟方向九环位置 所以一会儿你的瞄准点 要向上偏三个秘人 向左偏两个秘人 但是等汤小米来到射击位置他却犹豫了 因为他们是在比赛 他不能确定左轮是不是忽悠他 但是他还是选择了相信左轮 随后就按照左轮的修正方式 把瞄准点指向了右九环的位置 等 他射击完毕以后 连长也爆出了他的环数 汤小米 五个十 三个九两个八 九十三环 那是轮到左轮的时候 温度 零上十二度 湿度 百分之二十六 半风速 风速 每秒六 就这样一个手势 连长就判定了左轮的胜利 他用嘴射击拼什么贪赢 为汤小米只是看到了表面 而连长已经分析出了左轮的射击实力 他对枪的明展和直觉 超过了射击本事 你说的对 左轮 就是用嘴巴里名 新兵第一次打把就可以站着射击 而且还能准确的命中目标 汤小米 中九发 然而自信的左轮却根本不把汤小米的成绩放在眼里 随后他就询问了连长他们射击的对象是敌人还是恐怖分子 可是当邓叶说出是敌人的时候 左轮就有了自己的想法 随后就对着靶子的胸部射击 可是左轮却故意只命中了九发子弹 但是连长却又宣布左轮胜 这也让汤小米感觉不满 因为他们都是十发子弹命中九发 按理说应该是平局才对 殊不知连长把他们的弹着点也作为了评比内容 随后汤小米就狡辩起来 但是连长却根本不听他的无理取闹 反而对左轮为什么会故意射击敌人的心脏部位产生了兴趣 原来左轮不射击头部的原因竟然是对军人的尊重 因为懂得尊重对手的军人才是真正的军人 这也让连长刮怒相看 随后连长还提问左轮能不能说出世界上排名前十的突击步枪 没想到左轮张口就来 可想而知左轮对枪械的研究绝对不只是爱好这么简单 而且已经把枪械记在了骨子里 然而他却对这些突击步枪根本不感兴趣 或许是他名字的缘故 因为左轮最喜欢左轮 科尔特M1917型左轮手枪 其实连长也是希望汤小米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故族 以后能够安心的训练 殊不知汤小米已经开始计划起了这次的长途奔袭训练 为了能够圆满完成这次任务 他居然主动来问指导员要地图 要知道他们这次训练连长根本就没打算给他们地图 而是要他们能够学会自己判定方位 再去完成好这次的一百公里长途拉链任务 可是汤小米的理由又不得不让指导员把地图给他 但是指导员也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要汤小米竭尽全力地把所有女兵都能够安全地带到终点 于是等他拿到地图以后 立马就展开了提前部署 首先他们对地图进行了研究 随后就开始提前训练 从最简单的吃饭开始 因为他们需要十个小时行军一百公里 而且只给了他们一餐的口粮 所以他们要先把自己的胃给饿小 而且还把上厕所的时间也尽量缩短 甚至对他们鞋子也进行了研究 因为心血容易磨脚 他们就用砂纸把鞋底磨到相同的厚度 最大限度地减少鞋子对脚不适应 这就是汤小米对盖这次任务的态度 终于他们也迎来了属于他们女兵的第一次野营拉链 然而汤小米却完全低估了邓业的军事水平 随后他们就开始出发 等他们来到第一个参照物的时候 立马就飘了起来 可是下一秒却迷失了方向 这也让众人瞬间慌乱起来 随后林木子就在树上做了一个标记 然而等他们继续往前跑了很久以后 又回到了原点 而且不僻的下下也站在了他们的刚才的标记点 原来是下下也迷路 众人就开始怀疑汤小米从凌云指导员那里拿到的地图是假的 原来连长知道汤小米得到地图以后 特意把参照物都被取消了 所以他们才会迷路 这也让大家开始抱怨起来 这么多人相信汤小米 然而他拿到的居然是假地图 而且还浪费了他们这么多的时间 搞不好都不能完成任务 看到大家的指责 汤小米不但不生气 而是一直在想办法 随后他看了看天上的太阳 就立马有了主意 于是他就在地上插了一根木柜 随后就开始比划了起来 原来他是在利用光摄原理判别方向 我们在北半球 太阳应该在靠南边一点点的位置 另外 现在是下午两点 太阳应该在西南边 那么中边 就应该在东南边 但是自傲的下下 却还在质疑汤小米的方法 其实就是不愿意承认 汤小米比自己优秀 随后还怂恿大家不要听他的 但是汤小米却一直坚信自己的判断 随后大家都跟着他跑了起来 可是下下却往他们的反方向跑去 也不知道他们跑了多久 终于他们再也没有遇到过一次 自己做的记号 这也证明他们现在的路线是正确的 众人都在感到庆幸的时候 汤小米却选择回去 因为他答应过凌云指导员 他要带所有女兵一起完成任务 大家听到他的这个想法以后 也一致同意汤小米的做法 而且大家都愿意再跟他一起去找下下 好 全体都有 原路返回 最后他们就立马出发 等汤小米好不容易找到下下以后 他还不领情 可是汤小米硬拉着他往终点走去 眼看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们也来不及多解释就一路飞奔 还有三十分钟 一个都没有了 终于他们经过了不懈的努力 来到了终点的附近 可是眼前的一堵高墙却拦住了去路 这么高 怎么过去啊 随后就看到下下一个助跑 就登上了高墙 但是他却没有选择帮助其他人 而是独自一人往终点跑去 就这样下下却成了他们女兵的第一名 而汤小米却给他们其他人做起了示范 凌云和邓夜看到汤小米上来以后 还在为他感到高兴 可是下一秒汤小米却又回去了 但是等到大风上的时候 却怎么也上不去 随后汤小米又给他们做了一遍示范 这也惹怒了连长和指导员 不是汤小米 干什么玩意儿 玩的 大家也被汤小米的行为感动 一个个都冲向了高墙 而且都顺利的过去了 但是现在就剩下汤小米和大风两个人 可是大风还是不能顺利的过去 于是汤小米又再次跑了起来 可是这次却意外把自己的脚挽 但是他也没有放弃大风 而且还一直在鼓励着他 大风 你想想你哥 大风你起来呀 就这样大风在汤小米的帮助之下 也顺利的爬了上去 但是他们跳下来的时候 汤小米的脚却更加严重了 等他们所有人都来到终点 汤小米却成为了最后一名 大风想去帮他 但是又被连长阻止 但是马大风看到汤小米的样子 他也顾不得什么命令了 就这样汤小米也顺利的来到了终点 但是成绩却是不合格 连长看到他的样子以后 却并没有把成绩公布出来 在凌晨的3点49分56秒 一个神秘计划正在悄然启动 除鹰计划正式开始 是 那就是要把他们这些女兵训练成像老鹰一样迅猛 而听到紧急集合的众人纷纷向外跑去 可是汤小米却还要教官来叫他起床 等他们集合完毕 教官也宣布了夜间训练的内容 十公里武装奔袭 目标七号高定 这还是除鹰计划的第一步 就这样他们从晚上跑到了白天 就是要把他们的内在潜力给全部逼出来 但是就他们这些刚入伍的女兵而言 十公里的武装奔袭简直就是残忍 哪怕他们跑不动 教官也丝毫不会怜悯 甚至直接拿枪射击 差点没把他们的魂给吓掉 但是这个行为也让有些女兵开始直接摆办 看到新兵这个态度 教官随即就来到他们面前 刚开始还有个笑脸 吓得众人立马往前跑去 当教官的感觉 很爽啊 同样是女兵 差距真不是一点半点 等他们好不容易跑到终顶 众人已经是精疲力尽 然而教官却还是不满意 随后又是一缩子伺候 吓得他们立马集合起来 然而教官并不是不让他们休息 而是给他们准备了一间休息室 而且在休息室里面应有尽有 里面甚至还有冷饮以及热水 各种娱乐设施都非常齐全 大家顿时感觉这里的待遇还挺好 殊不知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羊毛 但是细心的汤小雨却有了怀疑 因为这个休息室简直太过细心 居然当天的天气预报都有 但是他们现在还想不明白 这到底是为什么 本来说好的三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 现在还不到三分钟 魔鬼教官就开始动起了心思 而还在休息室的威利亚 却打算洗个热水澡 林木子还破解了 他们休息室的电脑密码 可就在这时又听到了 外面的紧急机和哨音 随后两个教官就开始秋后算账 就这样刚才几个喝了饮料的女兵就被淘汰 而教官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希望他们这些女兵明白 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一名军人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一点舒适而丢亏卸解 所以才会淘汰他们 而刚才还洗过澡的威利亚 也没有逃脱被淘汰的命运 看着他们一个个把自己的避章 交回到墙上的时候 教官还告诉他们在这里 根本没有什么公平可以 如果想认输放弃的随时可以走人 但是这次的休息室之旅 也不是没有收获 因为林木子把电脑的密码给解开了 这也引起了教官的注意 我把密码取消以后就吹上了 所以我没有吗 新兵只是顶撞了班长几句 就气得班长用高压水枪刺他们 顿时就把这群女兵给冲得东倒西歪 气得汤小米还要跟他们理论 然而变态教官却根本不理他 一个眼神就又开始对着他们冲了起来 要知道他们可都是刚刚入伍没多久的新兵 甚至连军衔都还没有 可就在这时汤小米却当起了出头鸟 还想冲过来打班长 可是奈何自己的实力太弱 三两招就被班长放倒 随后就死死地把他按在地上 原来他们这还是除鹰计划的一部分 那就是要把他们这帮女兵彻底整崩溃 这也是他们这两个教官的最终目的 可是这些女兵哪里吃过这种苦头 随即就有人主动退出 殊不知他们的一切都被副旅长看在眼里 那就是要看看他们这帮女兵的最大承受能力 所以这两个教官也是在执行命令 并不是他们真的有那么变态 等把这群女兵全部冲城落汤鸡以后 他才让高压水枪停了下来 然而他并不是开始可怜他们 而是在给他们放弃的机会 随后就又有两名女兵选择退出 但是还有八个女兵一直在坚持着 教官看到他们这么执着 立马又宣布了下一个训练科目 这是根本不给他们喘息的时间 而在另一边训练的左轮 却一直是男兵里面的第一名 这也让他对这个第一名没有任何感觉 甚至觉得这样的训练根本没有意思 连长此刻也看出了左轮的想法 于是就准备给他加个餐 那就是让他知道自己的差距还有多大 由于是近身格斗 这也让左轮为难起来 毕竟邓业是连长 以下饭上他还不敢 但是连长却命令他跟自己单挑 这是谁命令 是 等左轮摆好架势以后就对着连长冲了过去 但是却被连长一脚踹飞十多米远 这也彻底激发了左轮的斗志 随后就对着连长发起猛烈攻击 然而并没有什么鸟用 又再次被连长放到 这就是两人之间的差距 连长这么训练左轮 就是想让左轮明白天外有天 不能总是把眼光放在新兵里面 我说你沉淀的还不够 啊 你能明白 或许从这一刻起 左轮才知道自己的不足还有很多 以后肯定会更加努力地训练 火鬼教官让女兵来到一个巨坑里面 随后又用高压水枪对着他们冲 顿时坑内又是一片哀嚎 由于墙壁都被淋湿 他们刚刚爬上去一点 就被冲了下来 丝毫不会感觉他们是女兵而心慈手软 残忍程度甚至就连魔鬼教官都开始于心不忍 只有让他们彻底退去身上的稚嫩 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女兵 但是事情总是不如人意 又有几个女兵选择了退出 然而魔鬼教官却更加残忍起来 还给他们规定了时间 这也让素质强一点下下率先通过了巨坑挑战 可是林木子却当场哭了起来 或许是大风的鼓励让他游动 也或许是那高压水枪的老兵产生了怜悯 他们俩也终于爬了上来 可是古灵精怪的汤小米却还在巨坑里面 等他当当爬上来一点 又滑了下去 或许是他天生就有不服输的镜头 他终于又一次地爬到了巨坑上面 看着还在泥潭的几人 他现在也是力不同心 然而他们的训练并没有结束 随后又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天台上面 吓得两个女兵立马就选择了退出 现在就剩下他们四个人了 然而魔鬼教官却并没有因此结束 等他们穿好装备 还没等他们准备好 就把他们推下了高楼 就这样四个女兵全部被挂在了楼外 而他们两个教官却在楼下搞起了小烧烤 这不仅是对他们身体上的折磨 也是在对他们的心理进行攻击 那就是要他们这四个女兵主动放弃 但是汤小米却不会上他们的党 别说那么多了 你加油吧 少年有多少就吃多少 随后就带他们往上爬去 可是林木子却不小心滑了下来 这也使他产生了放弃的想法 还好汤小米一直在旁边鼓励他们 等他们刚刚爬上去一半 大风又突然滑了下来 不得不说汤小米的思想工作做的真的是到位 就这样他们三个也顺利地爬了上去 可是大风却已经是精疲力尽 这也让汤小米开始训斥下下 甚至还推了他一下 但是下下却认为大风就应该自己完成绿任务 气得好脾气的林木子上来就是一拳 我不干了 我退出 好 和小米没爬上来的一起 淘汰 退出 那就是除鹰计划的残忍 根本不会在乎他们的想法 为的就是让他们能够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侦查女兵 小米 小米最后还是第一次看人的 小米你去干嘛 找米来 有什么事冲我来 有这样反你们大家的吗 凭什么 从未见过如此嚣张的新兵 为了不让全班受罚 居然敢一个人来找副旅长讨说法 吓得连长都开始为他辩解 然而看他的眼神就知道汤小米很不服气 于是副旅长就准备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个不懂规矩的新兵 随后就扔给他一副拳击手套 那就是想让汤小米跟他打一场 如果赢了副旅长就取消他们班的惩罚 但是汤小米却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正准备走的时候 副旅长就开始刺激他 随后两人就站在擂台上 汤小米随即也发动了进攻 但是却没伤到副旅长分毫 还被副旅长一拳打在了脸上 差点没把他当场打晕 这也彻底激怒了汤小米 但是实力毕竟太弱 被副旅长拿捏得死死了 一脚就踹了过去 这顿操作也吓坏了在一旁观战的邓燕 但是汤小米已经不行了 随后又倒了下去 于是副旅长就又开始言语刺激着汤小米 等汤小米站起来以后 就抱住了副旅长的腰部 但是又被副旅长给来了一个爆摔 这一下也彻底让汤小米失去了战斗力 副旅长看到他已经没有了还击的能力 就准备就此结束 但是顽强的汤小米却又站了起来 可是他现在已经完全没了力气 根本没有任何的杀伤力可言 于是就这么一拳一拳地打在副旅长的身上 原来副旅长米兰正是汤小米的母亲 正是因为汤小米过于任性 所以他才会让汤小米来到部队 那就是要彻底改掉他那玩世不恭的毛病 让他成为一个真正有报复的革命女兵 但是从今天他的表现来看 米副旅长很失望 所以他才会对汤小米下这么重的手 但是副旅长的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他作为一个母亲 也见不得孩子受到这样伤害 可是又不能表露出任何伤心的表情 你们班的城打取消了 但是你要记住 不是你赢的 是我给你的 等米兰出来以后 看见周围没人 才开始真情流露 他也想不到自己会对自己的女儿 下这么重的手 于是就一拳打在了墙上 瞬间鲜血就流了出来 或许他是在恨自己的双手 这就是一个母亲 想让自己的女儿成人成气的心酸 等她回来以后 她也把自己将女儿给打了的事情 告诉给了汤小米的父亲 这也气得父亲彻底放下了心中防线 根本不听米兰的解释 因为汤小米从小跟着父亲生活 从来就没有感受到过母爱 所以性格才会如此偏激 现在还被自己的亲生母亲给揍了一顿 父亲是怕汤小米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 你以为我不心疼吗 我不心疼的话 今天正是他们新兵三个月训练结束的日子 他们即将被分配到各个连队 表现好的甚至还有副旅长来亲自迎接 然而当点到汤小米和左轮的时候 他们却是彻底震惊 这差距真不是一般的大 尤其是左轮 当他坐在三轮车上以后就没抬起过头 就这样他们三个就好像是三头小猪仔一样 被三轮车给拉走了 随后三轮车就在马路上一路飞驰 也不知道开了多久 他们才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农场里面 这也让三个新兵不知所措 可是一向乐观的汤小米却对这里情有独钟 还主动地跟老兵挥手道别 然而左轮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因为他来部队就是想当最优秀的特种兵 而现在却被分配到了农场 这也让他准备摆烂 殊不知这个农场里面还有一个他们军旅生涯的引路人 随后汤小米就准备到处转 而此时一个穿着随意的老兵出现在了他们视野里面 但是老兵此刻正在玩着他那心爱的游戏机 等汤小米来到这里以后 就开始询问老兵这是哪里 可是老兵却根本不理他们 直到汤小米说可以帮他打通关才引起老兵的注意 然而等他下来以后 才发现这个老兵正是他们体检面试的土豆班长 这也让汤小米更加兴奋起来 但是左轮却还是对这个地方没有一点好感 一直摆着一副很不甘心的样子 我们到您这来到底是当什么兵 你们想当什么兵啊 那还要问吗 我什么兵也不想当 这也让土豆班长看出了他们三个人的心思 于是就开始给他们做起了思想工作 因为土豆班长清楚连长把他们分配过来的用意 于是就给他们介绍起了他们这个农场的一个英雄人物 有三个三等功 四个二等功 两个一等功 这也成功地引起来汤小米的兴趣 但是左轮却还是不想待在这里 于是土豆班长就准备给他们露一手 让他们看看庄家兵的真正实力 看着土豆班长的身手如此厉害 在松软的泥地里也能跑得如此迅速 这也让他们这两个女兵刮目相看 当即就要留下来跟他学功夫 三个新兵被分配到了部队农场 然而他们三个人的志向都有所不同 汤小米在看到土豆班长的功夫以后就想留在这里 而马大风却更加离谱 他认为这里不能实现自己对哥哥的承诺 那就是想在部队立一等功 尤其是左轮 他更加不想留在这里 因为他来当兵就是为了能够成为优秀的特种兵 可是现实却完全相反 可就在这时土豆班长也来到了这里 他看到他们这么苦恼 于是就让他们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或许能够给他们答一解误 于是老实的马大风立马就问出了自己的问题 这能立一等功吗 这话一说也让土豆给为难起来 他们是完全不明白一等功的含金量 于是就委婉地说了几句 随后土豆还跟他们说让他们想好了就回去吃饭 但是左轮缺一秒也不想待在这里 于是就准备回去找连长 问清楚为什么要把他分配到这里 汤小米还想让他再考虑考虑 但是左轮的一番话直接让汤小米无语 随后就准备一个人回去 所以等汤小米和马大风来到农场宿舍的时候 土豆班长发现少了一个人 得知左轮准备回去 吓得班长立马跑回宿舍 随后就看见土豆班长着急忙慌地拿着一把喷子走了出来 可是左轮还完全不知危险已经来临 还在深山老林里走着 可就在这时 他突然就发现了不对劲 一只野狼就出现在了眼前 这也让左轮瞬间慌乱了起来 他慢慢地往一棵大树后面走去 但是野狼也发现了左轮这里的动静 一人一狼就这么堆滞起来 随后左轮就从包里拿出了他那唯一的武器 然而野狼也往他这里扑了过来 可是当他弹弓打出去的时候却是一声巨响 吓得野狼仓皇逃命 原来是土豆班长和汤小米他们赶过来 这才化解了这场危机 但是左轮嘴上还很强硬 而且就连汤小米也在嘲讽土豆班长的枪法太差 他们是完全不明白土豆班长的心思 也不想跟他们过多解释 于是就准备回营地 等他们走后 左轮却感觉到了不对劲 发现自己打出去的石子被反弹进了树上 这也让新兵疑惑起来 难道土豆班长是故意打在他的石子上的吗 等他们回来以后 土豆班长还给他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但是规矩却不能忘 饭前一只鸽 这也是土豆班长在无形中告诉他们 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一名军人 哪怕是现在身在农场 但是马上就遭到了打脸 班长 我们新兵连的时候有规定 吃饭的时候不允许说话 这也让土豆班长尴尬起来 随后他们就听到了外面的狗叫声 原来在他们农场 还有一个老班长和一只军犬 而土豆班长所说的那个多次立功的人 也正是这只军犬 而且军犬还有一个特别响亮的名字叫太子 这又让汤小米一顿唏嘘 他还以为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物 没想到是一只狗 犬 军犬 军犬是我们的朋友 战友 兄弟 等到了睡觉的时候 左轮实在忍不住了 就问出了刚才在森林里的疑惑 班长 您实话告诉我 刚才您那一枪打得根本不是狼 而是我弹弓射出去的石子 而且 您那一枪还把我的石子 打得镶在了树上 但是土豆班长 根本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真实实力 于是就说完全是巧合 但是左轮清楚 天色那么晚 而且距离也特别远 根本不会存在巧合 土豆班长见自己已经瞒不下去 就说出了实话 你一条命 我是一条命 那狼就不是一条命 六经历过生生死死 才明白一条生命的可贵 道理虽然简单 但是能够像土豆班长这么看透的人 可谓是少之又少 这也坚定了左轮要留下来的决心 那就是也想拜土豆班长为师 让他把自己培养成一名优秀的狙击手 若这样他们三个新兵刚来农场第一天 就全部被土豆班长的实力所折服 都想拜土豆班长为师 这也是连长为什么要把他们三个 这么好的新兵给分配到农场的真正墓里 新兵为了能够得到班长的认可 一大清早就在外面扫地 就连旁边的军犬都在对他摇起了尾巴 但是当汤小米看到以后 却说他是有意表现 太阳真打西标出来了 怎么了 左轮他抽风了 左轮本以为班长出来会表扬自己 没想到却是把他给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 扫地之前都不知道提前洒水 随后左轮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那就是想拜土豆班长为师 你想学什么 那多了 水上漂一纸缠 百步传样我什么都想学 这话说出来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在拍什么武打片 看来他们是真的不清楚 部队的战斗力是怎么来的 于是土豆班长就告诉左轮 你给我记住了 只有所有的石头 钻在一起 那才有力量 知道这是什么吗 团结 随后还边左边唱起了 团结就是力量 但是他们刚才这一幕 也被汤小米看得清清楚楚 于是就准备跟左轮联盟 那就是要抓住土豆班长的弱点 那样才能让土豆班长 迫不得已的教他们真功夫 但是他们才来第一天 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的 就找到班长的弱点 随后他们就想到了 他们身后的那只军犬 因为昨天左轮听到班长说过 军犬得了抑郁症 以前待在他们宿舍都不肯出来 但是现在却怎么也不肯 进土豆班长的宿舍 所以这件事让土豆班长很伤心 如果他们能够治好 军犬的这个抑郁症 或许班长一高兴 就答应教他们真功夫 班长和小谢没治好 咱们治好了 班长不就更开心了吗 随后他们就来找到小谢班长 希望从他这里 得到太子以前的所有事情 只有对症下药才能事半功倍 但是他们所问的问题 小谢班长却一直摇头 这也让他们无功而返 只能蹲在太子的面前发呆 但是马大峰的一句话 却引起了汤小米的注意 你们屋内谷的艾草味特别重 什么草 艾草 一种植物 难道就是屋里的这股艾草气味 让太子不愿意进宿舍吗 随后他们就准备先试一下 来到房间以后就开始寻找起来 找到以后就立马让马大峰给处理掉 左轮随后就在房间里面 喷起了空气清新劲 这一顿的操作直接把土豆班长给看上了 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等他们做完这一切之后 就让小谢班长把太子牵了进来 太子 服服 班长 你看 太子愿意进我们房间了 是啊 这为什么呢 这样他们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也让土豆班长对他们刮目相看 但是他们却并没有立马说出自己真实的目的 而是转身就走了 那就是想让土豆班长主动来教他们功夫 因为太子得了忧郁症 一直都不是很活跃 于是土豆班长就给他们三个提了个要求 如果他们三个能够把太子的忧郁症给治好 就答应教他们功夫 你们什么时候 把太子这个忧郁症给我治好了 我什么时候教你们 这也让他们顿时有了斗志 于是他们立马行动 左轮大中午的不休息 亲自在给太子做飞盘 而马大峰还用猪皮和狗粮准备给太子做一顿狗咬椒 一直到了晚上 他们就把自己的杰作拿了拐 但是当把飞盘丢出去的时候 太子却无动于衷 就连马大峰做的狗咬椒也闻都不闻一下 对不起 小凤 太子他不喜欢 于是等到第二天 汤小米也终于行动了起来 甚至给太子端来了一大盆的骨头 还主动跟太子聊天 可是还没说几句呢 就被小谢班长给臭骂了一顿 于是等到了晚上 汤小米为了能够跟太子培养好关系 居然给他戴上了一副眼镜 还耐心地给他讲起了故事 就好像是哄小孩一样 但是被小谢班长知道以后 又是把汤小米给臭骂了一顿 你懂什么呀你懂 太子得了抑郁症 我在给他交流 讲故事就是在跟他交流 你明不明白 但是汤小米却一直没有放弃 还让家里给他寄来了一大箱子的东西 象棋流肉干 按摩一应有尽有 随后就开始给太子按起了膜 这种待遇简直不要太好 估计屏幕前的大老爷们看了都羡慕 甚至汤小米还跟太子象起了象棋 真不知道汤小米是怎么想的 这种办法他都想得出来 等小谢班长来了以后 直接就说汤小米是胡闹 随后就带着太子走了 惹得土豆班长直接把他们召集了起来 因为现在太子的状态越来越差 甚至开始绝食 这也让他们不知所措 所以土豆班长希望他们能够尽快想到办法 让太子活跃起来 至少也得先吃饭吧 于是等到第二天 汤小米就来到太子的宿舍 一直紧盯着太子看着 等其他人来到这里以后就跟他们说 太子他好像牙疼 于是他就让小谢班长把太子的嘴巴掰开 随后他们就有了发现 看到没有 那里有一个小骨头 等小谢班长把太子嘴里卡着的那颗骨头取出来以后 太子立马就活跃了起来 随后他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了土豆班长 看着太子开始吃饭了 众人都很开心 尤其是汤小米 立马就说出了班长前几天的承诺 随后就把他们带到猪圈 还给他们进行了相互介绍 但是左轮却一直捏着鼻子 于是班长就交给了他一个任务 那就是让他把猪圈给打扫干净 而且还要他跟猪猪培养好关系 随后就带着其他两人走了 原来土豆班长是准备对症下药 慢慢地把他们都培养成一名优秀的革命军人 随后他又拿着一片树叶纹了起来 这也让他们两个不明所以 紧接着又给马大峰安排了训练内容 原来土豆班长安排的任务 全部都是他们的弱项 安排完他们两个的任务以后 汤小米还以为班长会给他单独教学 没想到土豆班长居然递给了他一把猪头 那就是让他把这边的土豆全部挖出来 这一片呢就是我们农场的土豆园子 先将你挖手道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班长会给他们安排这样的训练任务 随后就看到左轮捂着鼻子在猪圈里打扫了猪射 表情别提有多难受 一边打扫一边肝傲 但是看到班长发现以后 立马做出了男人的表情 而马大峰此时也还在卖力地往大树上爬着 看到班长来了以后还做出了可怜的表情 但是班长却根本不怜香惜玉 还把他给臭骂了一顿 等我回来 你要还在这个位置上 我就让你抱着树畅 把根留住 但是看到汤小米这边 他却是对着土豆随意乱挖 还挖坏了不少的土豆 这不是典型的损坏粮食吗 于是班长就给他安排了另一项内容 那就是把厨房的水给灌满 就这样他们三个人分别干着不一样的农活 根本不知道班长要他们干这些活的用意 但是他们还是在卖力地干着 可是汤小米马上就发现了不对劲 本来是一个水缸 但是这个水缸怎么也灌不满 等他打开下面的木板才发现 这个水缸下面还有一个水池 但是发现以后也不敢跟班长叫板 愣着干什么呀 有什么问题 没有 没有 没问题 更静的桀骜不驯一点也没有了 原来这些都是土豆班长故意让他们做这些无用功的 那就是想让他们彻底改掉自身存在的毛病 只有真正踏实 功夫自然而然的就练出来 新兵正在河边取水 转身就开启了小钗 不仅询问渔民收获 还想让渔民给他送几条鱼吃 殊不知这个渔民竟然对他们农场了如指掌 我知道的可多了 你是不是每天 土饭 肥猪 打水 汤小米眼见自己的计谋失算 就搬出了自己的师傅 不说还好 一说出来居然更加让渔民看不起 于是就跟汤小米说 那你说我们土豆班长工夫是跟你学的 你会什么呀 我会什么 我会的 他不一定会 他会的 我全会 随后男人就准备给汤小米露两手 看着渔民的格斗如此厉害 一看就不是一般的渔民 如果这是在部队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个特种兵呢 这也让汤小米气愤起来 土豆班长这个骗子 还不小心掉在了河里 等他回来以后 却没有跟左伦他们说实话 还让他们都认真干活 以免被土豆班长发现 这也让马大峰怀疑起来 你不觉得小米最近特别积极吗 他积极啊 猪听见猪都笑了 等到了晚上汤小米就一直琢磨 还打算怎么制制土豆班长 因为自从他们来了以后 就一直让他们干活 而他自己则是天天遛狗 现在土豆班长在汤小米的眼里 就是彻头彻尾的一个大骗子 那你要怎么样 我要让他原形毕露 于是等到第二天他就开始挖坑 准备给他班长一个教训 随后他还细心地用木棍架在坑上 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在上面盖了一层杂草 因为这条路一直是土豆班长毕竟知道 所以汤小米想整蛊一下他 但是汤小米还是低估了土豆班长的实力 突然就发现了眼前的不对劲 随手捡起一块石头就丢了过去 这也让土豆疑惑起来 扒开杂草一看 瞬间就明白了一切 殊不知汤小米还留有后手 可是土豆班长又不是菜鸟 怎么可能让他这么随意戏弄呢 一筐子土掉下来却没有伤到土豆丝毫 这也让汤小米郁闷起来 想了这么多招一点作用也没有 还把自己给累得半死 可就在这时他却立马躲了起来 原来是土豆班长也来到了这里 随后土豆班长就开始阴阳怪气的说了起来 这林子里好像有个什么人使坏心眼 挖坑 射陷阱 在树上掉坡去 天举散花 这不就是摆明了说汤小米你这点小伎俩根本没用吗 随后土豆班长就直接把事情的原油给点了出来 还要他必须把树上的筐子给拿回营地 随后就拿出一个小石头 这一招看的汤小米直接愣在了原地 随后汤小米就立马变脸 差点没把自己给急死 就这么一路追着班长回到了营地 但是土豆班长却压根没打算原谅他的鲁莽 于是他就准备讨好土豆班长 再看到班长一个人坐在湖边 他就悄悄悄地溜了过去 但是班长早都已经发现了汤小米 还要汤小米跟他保持距离 尽管汤小米知道错 但是班长也不准备原谅他 所以汤小米就开始了他那套屡师不爽的死打蛮缠 这才让土豆班长给了他一个机会 那就是要他把左轮和马大峰的任务全部承包 尽管要求如此苛刻 但是汤小米还是果断接受 随后就出现了眼前的一幕 古豆班长带着他们两个在练习如何击中几十米外的木 而汤小米却在厨房刷完洗盘子 甚至土豆还故意把自己的嗓门提高 就是想挑逗一下汤小米的注意力 方法学会以后 打枪就更准 更好 但是左轮他们却不明白土豆班长的用意 随后还从兜里掏出一把花生米地给了他们 那就是要他们练习如何提高射击精度 但是马大峰却说这么远的距离根本不可能击中木饼 随后土豆班长就准备给他们露一手 只见他随手那么一弹 就准确地命中到了木饼 班长你太厉害了 能不能让小米一起学 这前半句我还挺爱听 后半句我是一点都不爱听 等土豆走后 早已饥渴难耐的汤小米立马跑了过来 但是左轮和马大峰却并没有领悟到班长的意思 于是他们三个人就这么对着木饼扔了起来 但是一颗也杂不忠 就这样到了晚上他们还在耐心地练习 尽管他们如何努力 可还是始终扔不进一颗 等土豆班长回来以后 还想跟他请教一下 甚至还在为汤小米在求情 求而不得 舍而不能 得而不惜 其实啊 我已经在教他了 拒绝 就是种磨练 这就是一名老兵带兵的方式 方法简直就是对症下药 而另一边的汤小米却还浑然不知 还是在每天把他们所有人的活都干了 嘴上也一直保持着灿烂的笑容 班长还以为他已经彻底改变了 殊不知背地里却一直在跟左轮和马大峰请教 但是左轮已经知道了班长的心思 所以就故意说班长千叮零万嘱咐 不让交他 随后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我已经吃了有点清淡 想吃鱼 没问题没问题 我一会儿就会帮你这一 就这样汤小米也跟着左轮他们学了起来 殊不知土豆班长一直在背地里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你知道一个优秀的狙击手是怎么练成的吗 只见土豆班长把两碗豆子拿到新兵面前 而且还是一红一绿 随后还给他们一人递了一个碗 给他们每个人的碗里分别倒入红绿两种颜色的豆子 还要他们把豆子给霍云了 把红豆跟绿豆给我分开了 而且还得告诉我 有多少个红豆 多少个绿豆 目的就是让他们能够静下心来做一件事 培养他们的定力 这也是作为一名狙击手最常规的训练方法 但是这一幕又被厨房的汤小米听见 于是他就拿了两大袋的豆子 也像他们一样数了起来 谁让他当初怀疑土豆的本事呢 现在也只能把农场所有的活都给承包了 但是他也不忘偷师学艺 但是这次却让土豆班长给胆了个现行 干什么 回去洗你的碗 做你的方 被你的住 我们练习跟你没关系啊 尽管受尽了委屈 但是汤小米却完全不在乎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土豆班长故意为之 那就是对于汤小米这种古灵精怪 就必须用不一样的方法来对待 但是看到汤小米的认错态度还算端正 也就不打算再计较这件事 可是刚刚原谅汤小米 他就露出了谱心 独孤九剑 您会吧 你看我下练剑的 那小龙十八掌呢 这两句话问出来 差点没把土豆给气数 金庸小说好是好 但是也让这些年轻人迷失了科学的方向 看到土豆郁闷的样子 随后汤小米就降低了标准 随便土豆班长教些什么他都愿意学 看到汤小米最近的表现还可以 土豆班长也就准备教他们一点真材实料 那我教你少林功夫 学不学 学 等他们出来以后 土豆还让汤小米把马大峰和左轮一起叫了出来 随后就给他们演示起了少林绝学 看着班长的拳法 刚中有进刚中有楼 虽然朴实无华 但是利于实战 一套拳法打下来 差点没把他们的手掌拍住 不得不说土豆班长的实力真的是强 随随便便地展示了一下 就这么厉害 但是他们的心态却完全不一样 土豆练习武术那是为了修身养性 而他们则是为了展示个人能力 出发点完全不一样 所以等到真正开始教他们的时候 却让他们从最基本的军资开始 这也是作为一名革命军人最基本的素质和价值体现 只有摆正好心态就能干好每一件事 这也是为什么把他们送到农场的墓 武林没有传说 习武之人 练就的 就是一身的精气神 就像我们军人一样 要立军威 正军容 农场新兵想进特殊作战连队 但是他居然是个汗鸭子 我问你 不会游泳 怎么武装求度 接近敌人 不会游泳 怎么进行水下搏击啊 所以这件事也是他一直以来的心病 于是班长在临走的时候 就送给了他两个字 突破 等到第二天 他一大清早就在湖边跑步 活动身体就准备下水训练 左伦 如果你还是叫汉子 一定要克服恐惧水的毛病 但是这一幕又被汤小米他们发现 于是就准备前去帮助他 但是左伦看见汤小米来了以后 却表现得很不耐烦 毕竟哪个男人愿意在女孩面前 表露出自己的弱点 汤小米也知道 左伦肯定不会同意 所以他来也是有备而来 随后就拿出绳子 绑在了左伦的身上 目的就是想克服 左伦怕水的恐惧 只要左伦喊救命 汤小米就会把他给拉上来 但是左伦却还想逞强 这么生猛 就这样左伦就在水里扑通起来 不得不说女人狠起来 真是不择手段 尽管左伦使劲呼喊 汤小米拉他上去 可是汤小米就是无动于衷 但是看到左伦确实已经不行了 才把他拉了上来 汤米 你混蛋 你不是说你会游泳吗 可是左伦却说 自己还没活动开身体 真是死鸭子嘴硬 气得汤小米又把他推了下去 急得躲在一旁的土豆班长 都担心了起来 生怕出现什么问题 可是又被马大峰给拦住 就这样看着左伦在水里掩着 直到他快不行了 汤小米才又把他拉了上来 看样子左伦是真的不会游泳 但是左伦又一直在强调 自己会游泳 汤小米就猜想 左伦一定是有什么故事 随后左伦就把自己的心事 给说了出来 我爸 因为我死 我小的时候 特别爱游泳 结果 他在水里抽筋 怕水的原因竟然是因为自己的父亲 汤小米听到以后 就知道左伦已经解开了自己的心结 随后就要把两人绑在一起 如果左伦被水淹死 他就陪着左伦一快死 但是左伦现在已经有了自信 随后他就解开身上的绳子 一个人往湖边走去 来到水里果然就游了起来 这也让左伦终于突破了心理障碍 离他进入特殊作战连队的目标 又更近了一步 不会游了 我成功 不会游了 老兵只是接了一个电话 脸色瞬间就垮了下来 原来是凌云指导员通知 他们三个新兵可以归队 所以土豆班长很失落 看着他们三个已经完全适应了农场的生活 这也让土豆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 但是命令就是命令 土豆班长还是把这个消息如是告诉了他们 尽管有太多的不舍 但是农场毕竟不是他们最终的归宿 只有让他们走出农场 才会有更加广阔的舞台 但是他们在临走之前 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太子 他们在农场外面亲自动手 给太子做起了障碍 甚至还给他挖了一个深坑 那就是希望太子能够坚持锻炼 太子啊 这就是我们给你弄的训练基地了啊 就这样他们从白天挖到了晚上 丝毫也没有感觉到累 等到第二天 凌云指导员也亲自来接他们 但是他们刚刚出发 却又让司机停车 停车 随后他们三个人就跑了下来 或许太子也感觉到了他 也随即跑了过来 那就是他们还要跟太子 进行最后一次的训练 太子 跳 看着太子进入到深坑以后 他们才不忍心地跑出来 或许这就是最好的道别方式吧 但是太子又随即追了出来 就这样一直跟着他们的军车 直到军车彻底离开 他们才缓过神来 毕竟他们在部队有太多的事情 是由不得自己的 然而马上他们三个也要分开 与此同时 在另一边的侦察连 还在如火如荼地训练 而几个女兵却在打台 还有的甚至是在睡觉 只有一个人端着枪在训练 要知道他已经站了两个小时了 可就在这时 连长和副旅长却走了过来 看到他们女兵这种状态 气得连长就想去揍他们 可是又被副旅长拦住 但是却被睡觉的下下发现 立马戴好头盔站了过来 但是他却没有通知其他人 副旅长看到以后 却又直接来到了同华这里 于是连长才开始命令他们集合 等他们跑下来以后 连长还发现了更加惊人的一幕 那你头怎么晃 那我晒训练 晒不晒的 我怎么晒不晒 连长天天戴帽子 扯蛋 诸不知连云只是去接了几个兵 就让副旅长看到了这么多不好的方面 而且气得连长也开始质问起了连云 你知不知道你那兵训练时候在干什么呀 打牌的打牌 睡觉的睡觉 染黄毛的 站长长 等着抱头啊 但是连云却丝毫不慌 随即就开始编了起来 女兵染黄毛居然被他说成了乔装打扮 让你们做乔装打扮的道具 不是让你们拿自己做实验 然而连长却根本不相信他所说的一切 随即又问出来训练期间打牌又该做何解释 但是指导员又把毛小杰叫了出来 让他汇报打牌期间周围发生的所有事情 一个小时 零十分钟前 三排到达训练场进行对抗训练 五十分钟前 四排转制法场进行射击训练 看到女兵说的头头是道 连长却还不相信他们所谓的训练 但是副旅长却坚信不疑 原来凌云指导员他现在负责组建一个女子实验班 那就是为了能够填补男兵在执行任务中的不足 所以这次他才把汤小米从基地召了回来 而作为母亲的副旅长看到汤小米以后也是一惊 但是副旅长立马就缓了过来 只是把他当成了普通一兵 希望他能安心训练 随后凌云把左轮带回来的消息告诉给了邓业 邓业才没有在计较他们刚才的事 看到左轮现在的样子 确实跟新兵连的时候不一样了 连长也很是开心 但是当指导员命令开车的时候 汤小米立马就不干了 因为马大风还没有下车 殊不知马大风即将要被分配到其他连队 但是他们在农场就已经结下了身后的战友情谊 他不舍得跟马大风分开 所以才会做出如此胡搅难缠的事情 气得连长就开始发飙 刚刚感觉他从农场回来以后变了 殊不知立马就露出了本性 部队岂能是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呢 虽然是战友 但是每个人的能力和分工都不一样 这也让马大风明白了自己的实力还不够 他不想汤小米为了自己犯错 上车以后就把车门给锁了 但是汤小米却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 还拦在了军车的前面 但是指导员和副旅长可不会惯着他那臭毛病 果断地命令司机开车 就这样才让军车顺利地离开 而汤小米却坐在地上痛哭了起来 这不是部队残忍 而是革命分工不同 这也是他们必须接受的现实 但是这一幕也让连长对汤小米更加失望 但是指导员虽然表面很严厉 但是私下又开始跟连长说好话 因为组建女子侦察实验班 是他们侦察连必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但是指导员挑出来的几个女兵 都是连长最担心的人 可是指导员却看他们每个人都像是宝贝一样 随后就跟连长保证 三个月之后一定让连长对他们所有人都刮目相看 与此同时汤小米刚才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纪律 所以此刻他也被执行了行政勘管 其实就是被关了禁闭 所以凌云就想借此机会把汤小米的任性给纠正过来 而汤小米还浑然不知自己所犯的错误 在禁闭室内也让他怀念起了农场那无忧无虑的声务 甚至还担心起了马大峰 就这样他在禁闭室里开始胡思乱想 可就在这时 他突然就好像想通了一样 我要讲凌云 等凌云来了以后 汤小米就又开始耍起了小心思 而且还要凌云放他出去 看到汤小米这个态度 凌云只是一个劲的点头 根本不关心他所说的话 看到汤小米把自己的小心思都说完了 凌云才开始给他布置任务 在行政看管期间 你要详细的了解和观察窗外飞过的鸽子的数量 颜色 对形和时间 并做详细的记录 这就是以刘克刚的手段 看到指导员根本不按照自己的套路触牌 气得汤小米在禁闭室坐立不安 嘴上说着淡定 可是心里却相当浮躁 汤小米 我说你急什么急 土豆教官不都跟你说了吗 淡定淡定 就这样等到吃饭的时候 他曾经厨英计划的教官姚迟亲自来给他送饭 但是汤小米却开始挽起了绝食 姚迟还以为汤小米是在对以前的训练太阎而生气 甚至还给他做起了思想工作 但是汤小米却一句也听不进去 看到汤小米无动于衷 就直接走了 可是下一次饭点到了的时候 萧薇却故意没有给汤小米带饭 这也让汤小米着急起来 殊不知他们来看汤小米都是凌云特意安排的 那就是要汤小米知道 在部队可不是能随便由着自己的性子无来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计谋就让汤小米妥协 一连过了几天 汤小米也算是彻底安静了下来 看到外面正在进行的射击训练 他就开始记录起来 把每天外面所发生的事全部记在了本子上 殊不知这就是凌云想要看到的效果 刺头心灵当当从禁闭式出来 就想当女子侦察班的班长 甚至还要挑战指导员 指导员 是不是我赢了你就可以直接当班长 指导员看到他这么自信 就想问汤小米比什么 但是汤小米却又让指导员随便挑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于是凌云就准备用最简单的方法 来灭灭汤小米的威风 掰手二就掰手二吧 随后两人还提出了比赛的惩罚 等凌云准备好之后 他还跟汤小米说可以让他两只手 你来啊 一 二 三 哎呦 就这样汤小米还没坚持一秒钟就被凌云击败 随后指导员还要让他写一份感想 写什么感想呀 指导员 你也太骄傲了吧 其实并不是凌云骄傲 而是想让汤小米知道 如果没有实力那就没有谈条件的资格 不得不说凌云真是无时不刻地在为汤小米着想 等凌云走后 童华也展开了训练 而他们今天的训练内容则是咬刀匍匐前进 当所有人都趴下往前爬去的时候 汤小米却独自坐了下去 甚至还开始玩弄手中的鼻水 等童华来询问原因的时候 汤小米却又开始质疑这样的训练部科学 而且还容易割伤自己的嘴巴 气得童华直接开始下达命令 这才让汤小米妥协 而在另一边的副旅长也时刻关注着他们女兵实验班的训练情况 但是凌云还不知道汤小米就是副旅长的女儿 所以当副旅长问凌云为什么会坚持让汤小米来实验班的时候 凌云只是说自己的直觉告诉她 汤小米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女侦察兵 这也让副旅长想到了汤小米还没入伍前的样子 曾经那么调皮的孩子 现在也是在慢慢的转变 所以副旅长更加坚信凌云一定能够把这个实验班给带出来 然而到了晚上 凌云也没有放松对他们的要求 大晚上的还要进行潜伏训练 由凌云亲自寻找 所以等他们来到丛林里面以后 大家都非常谨慎 可是唯独汤小米却没把这样的训练当回事 甚至在潜伏的过程中睡着了 等到他们准备前往下一个目标点的时候 洪华却怎么也叫不醒汤小米 于是就扔了一个石子过去 谁啊 用毛病啊 都出来吧 你们已经暴露了 还躲在那干嘛 就这样他们的潜伏训练被汤小米这一生给暴露 这也气得所有人都开始抱怨起来 于是等到第二天 洪华就让汤小米再次咬住匕首站起了军资 而且他规定的时间是长达12个小时军资训练 这样他们两个从白天一直站到了晚上 不得不说童华也是够执着 不到时间坚决不放弃 两点多了 训练到此结束 美女指导员每天凌晨都会准时吹响紧急集合的哨音 大家听到哨音都会立马过来集合 然而刚从农场回来的汤小米 却根本不把哨音当回事 等凌云来到床前叫他的时候 汤小米却更加嚣张 开什么玩笑 刚躺下又要起 气得指导员就放出了大招 就这样他们女子实验班就来到了外面 但是却只有三个人暗示出来 毫不意外汤小米就是他们六个人中的最后一名 于是凌云就让前三名回去休息 然后三名即将面临惩罚 负重二十公斤 五千米 十八分钟内完成全程 这样的训练标准简直比特种兵的要求还高 但是他们又不得不服从命令 就这样他们一直跑到了早上 好不容易跑到终点 但是汤小米却没能及格 于是凌云就要他继续 这也不是说凌云故意针对汤小米 而是汤小米在农场的这段时间的确没有跟上训练 所以才会这样对他 可是汤小米此时已经到了极限 甚至直接摔倒在地 但是汤小米又顽强地爬了起来 但是毕竟体力有限 还没往前跑多远就又倒了下去 凌云看到汤小米的确是不行了 也就只能结束这次的训练 而在远处的副旅长在看到自己的女儿以后 虽然很心疼 但是他却没有上前安慰 而是选择直接离开 因为现在汤小米必须靠自己成长起来 而汤小米也的确是个明辨是非的人 他躺在床上回想着凌云跟他说过的话 甚至每一句话都能说在了点子上 每个问题都是和他息息相关 这也让汤小米开始反省起来 但是一同跟他回连队的左轮却跟他恰恰相反 他在连队的各项训练都能拿到第一 尤其是实弹射击 要知道他还只是个新兵 但是马上他的第一就不保了 因为他们连队的枪王回来了 看到左轮枪法还可以 就想跟左轮比试一下 但是左轮却不想跟他比试枪法 这样的比赛方式可比实弹射击难多了 随后他们就把两人的眼睛给蒙了起来 而洞洞管则是去射击 看他们能否听出枪的型号和种类 等洞洞管射击完毕以后 两人就开始爆出刚才射击用枪的型号和属性 两人基本上说的全部一致 这也让其他人更加佩服他们两个 但是左轮却提出了质疑 于是立马让洞洞管去检查 等他检查完毕 发现的确是步枪卡壳了 这也让左轮心服口服 曾经那么桀骜不驯的左轮现在也已经彻底成熟 而且还能正确认识到自己的部族 这也让枪王对他刮目相看 21世纪军队的拼刺训练还有实际作用吗 这样的训练也让女兵产生了怀疑 而凌云并没有跟他们做过多的解释 随后就要三个女兵同时向他进攻 往往亲眼所见才让人信服 这也让他们不敢再怠慢眼前的训练 但是毛小杰却开始嘲讽汤小敏 说在农场带久了一定没有见过这样的阵长 毕竟正规部队和后勤单位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这不就是典型的嘲讽汤小敏是后勤兵吗 你一个农场就一个班长 一个训犬员 还是得了抑郁症的军犬 攻行脱离苦海了 这也让汤小敏感觉到不爽 换作是谁又受得了这样的刺激呢 气得汤小敏就做出了过击的动作 你干嘛 住手 当凌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做的时候 汤小敏却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如果换作是男兵 那不是要大打出手吗 而且部队是有铁的纪律 怎么能让汤小敏随意发泄个人情绪呢 但是看到他们几个人都对汤小敏有了很深的成见 于是凌云就准备调整训练计划 那就是明天开始 他们所有人都必须和汤小敏轮流搭档 如果汤小敏真的不适合待在实验班 那就会果断地把他踢出去 凌云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知道 如果这是在战场上 他们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队友 而是应该怎么应对和改变自己 经过这么多事以后 汤小敏现在也已经成为了孤家寡人 没有人愿意跟他在一起 于是凌云就把夏夏给找了过来 希望夏夏能够开导一下汤小敏 毕竟他们两个曾经是从一个新兵连出来的 而且现在都是新兵 或许更好沟通一点 等到第二天 别人都在训练 而汤小敏却在躺着晒太阳 于是夏夏就开始刺激他 说他根本就不配待在女子实验班 甚至还说汤小敏给女子实验班拖了后头 如果因为汤小敏的到来 而让女子实验班最终解散 那他们所有人都不会原谅汤小敏 这话说完 也彻底激怒了汤小敏 立马就要跟夏夏比试比试 随后两人就打了起来 说好的劝导汤小敏 没想到是这样的劝导方式 但是汤小敏在农场得到过土豆班长的指点 实力自然不差 夏夏也被摔倒在地 殊不知这正是夏夏故意输给汤小敏了 那就是想汤小敏能够重拾自信 彻底融入到女子侦察实验班来 侦察连 没你 没意思 汤小敏因为自己的武功里成绩不合格 此时正在给自己加压训练 汤小敏 16分钟 于是就迅速地往前跑去 而在另一边的凌云来到宿舍以后 却没有发现汤小敏 就猜想她肯定是去训练了 这就是真实的汤小敏 在任何时候都不愿意落后 更不愿意让别人以为 她是靠关系来到的女子侦察班 所以她才会这么拼命 而等到她跑到终点的时候 尽管自己已经精疲力尽 但是她还是提前了八秒跑完 而这一幕也被前来的凌云看到 这也让凌云感觉到欣慰 至少证明她没有看错人 汤小敏不是那种自暴自弃的人 于是凌云还告诉她 只有战胜班内所有的女兵 她就可以当女子侦察班的班长 这也让汤小敏有了奋斗的目标 随后凌云为了提高她们的综合实力 又准备组织障碍训练 看着她们那敏捷的动作 就知道她们这几个女兵就不一般 毕竟她们可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唯独汤小敏是从农场调过来 但是她现在已经有了方向 所以每一项训练 她都会拼尽全力 这也是为了证明农场的新兵 并不比她们这些英雄连队出来的差 而她现在已经紧逼童华 甚至和童华一起到的终点 就这样凌云又一次露出了笑容 但是大家对于她的训练却不以为然 甚至还说她想三个星期 弥补上三个月落后的训练 简直是痴心妄想 但是夏夏却不这样认为 随后他们还进行了实弹射击的训练 但是这样的训练强度 离成为女子侦察兵的距离还很远 于是童华就准备给汤小敏进行特训 这也是相当于间接的帮助她 随后童华还告诉汤小敏 水下憋气训练如果没有命令 哪怕是憋死在水中 也绝对不允许离开水下 所以当汤小敏开始训练的时候 怎么也达不到规定的时间 于是童华就准备给她做一个示范 只见童华下去以后就一直不上来 就这样到了晚上 汤小敏却扶着童华回来 其实童华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想告诉汤小敏 不管在任何时候一定要服从命令 新兵为了能够当上班长 每天都会进行八个小时的水下憋气训练 这也导致她每天晚上都要抱着脸盆嘔吐半个小时 闹得整个宿舍的战友都睡不好觉 就这样日复一日的训练 她终于达到了优秀的标准 这也让童华感觉汤小敏是个可塑之才 但是汤小敏的目标可不止这样 她之所以这么拼命地训练 那就是想当女子侦察班的班长 因为凌云曾经说过 班长只能是由实力最强的人来担任 而现在汤小敏就对童华进行了宣战 一老一新为了班长的位置在大半夜进行了格斗 看着眼神就知道谁也不服谁 但是经过几招以后 汤小敏突然抓住了童华的破绽 不巧的是刚好抱住了童华受伤的那只脚 气得童华只能拍地认输 就这样汤小敏也成功地当上了女子侦察班的班长 当班长啊 让不明白所以的邓业还以为汤小敏又犯什么病 但是等凌云说出事情以后 就连邓业都开始怀疑 但是邓业却不同意汤小敏当这个班长 因为邓业从骨子里就看不上汤小敏 认为凌云的这个决定就是胡闹 汤小敏通过努力在短短的时间里当上了班长 这不足以让你对他改观吗 气得凌云就说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而且还不要邓业插手女兵班的事 现在我要学会淡定 拜拜 而等汤小敏回来以后 就开始摆起了班长的架子 先是要下下跟自己换谱 随后还要他们把宿舍收拾干净 你们愣着干什么 一块捡 这是命令 是 班长 就这样等到晚上 他又想起了凌云跟自己说过的话 只要自己一天是班长 那他们就要无条件服从 所以大晚上的他又吹响了紧急集合的哨音 气得大家敢怒而不敢言 随后他们就全部站在了外面 正当他们还在队列里面议论的时候 汤小敏又发火 队伍里说话要打报告 新冰联的时候你们没学过吗 随后还宣布了晚上的训练科目 今天晚上进行格斗训练 赢了的回寝室睡觉 输了的 一百个服务车 一百个挖跳 随后他们就开始挑选对手 这就是当班长的好处 可以随时随地的命令他们做任何事情 而他们女兵为了能够早点回去睡觉 也都拼尽了全力 尤其是下下训练最为认真 而萧薇也和毛小杰分出了胜负 对不起了 我得去睡美龙觉了 但是下下和同华在经过一番较量以后 却不敌同华 也就只能认输授华 就这样汤小米才当了一天的班长 就把他们折磨得够强 新冰第一次进行野外生存训练 为了能够彰显自己的能力 还故意把通信系统断开 这也让指挥部无法找到他们 殊不知他们却意外进入到了军事禁区 而他们还浑然不知危险已经来临 还好凌云及时定位到了他们的位置 当看到他们所在的区域以后 副旅长立马担心起来 而汤小米还以为自己有地图 就可以顺利找到终点 但是看到地图的时间以后 汤小米也开始抱怨起来 二十年前我还没出生呢 哎呦 那个区域 于是下下就准备原路返回 就算拿不到第一那也不至于出现安全问题 可是任性的汤小米却执意往前走去 下下不得已也就只能跟在后面 可是突然他就停止了脚步 小米 我们进入雷区了 我知道啊 是真雷区 汤小米还以为下下在跟自己开玩笑 甚至还怀疑是给下下带错路的下下 故意调谈自己 于是下下就让他拿几块石头 试探一下周围的情况 当汤小米扔出第一块石头的时候 一点事也没有 可是等他丢出第二块石头的时候 现在汤小米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与此同时邓夜也在紧急调动 喂 312公共团报 正常立邓夜 给我接盘整 好 尽快 副旅长 已经合适清楚了 确实是312公共团台的实战训练区 可是当听到是汤小米和下下在雷区的时候 更加让副旅长担心 因为他们两个还是新兵 根本没有经历过系统的排雷训练 所以下下就准备让汤小米先回去 至少还能找人来救他 但是汤小米却说要给下下排雷 要知道下下被炸顶多失去一条腿 如果汤小米排雷被炸 那就可能丢掉姓宁 看到汤小米执意要给自己排雷 下下也只能同意汤小米的想法 于是他就拔出身上的匕首 慢慢地趴了下去 就这么慢慢地开始清理地雷周围的泥土 下下也在安慰着他 而另一边的副旅长和邓叶他们也在赶来的路上 而此时汤小米也把地雷周围给清理了出来 随后还跟下下说 部队里 没你 没意思 这也让两人曾经的隔阂彻底解除 等副旅长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看到汤小米再给下下排雷 差点没把副旅长的心脏病给下出来 但是他们现在也无法靠近 因为现在过去只会给汤小米造成更大的心理负担 就这样在一边提心吊胆地看着 还好此时的工兵团的人也来到了这里 立马开始搜索前进 等他们确定好周围的地雷以后 就来到了他们的身边 随后就接替了汤小米的排雷工作 看着老兵熟练的排雷手法 很快他就解除了地雷的危机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他们就准备喊一二三跳出去 就这样下下也算是彻底安全了 但是副旅长刚才保护汤小米的行为 也让他从这一刻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 刺头新兵居然在部队约起了群架 看到他们的架势就知道一会即将有一场恶战 究竟是什么原因才让他们赶无视部队纪律组团约架 原来就在刚才汤小米来到射击训练场找到左轮 想让他们男兵把射击场的让给他们女子实验般训练 可是左轮却坚决不同意 因为左轮从内心里就瞧不起他们女兵 认为女兵就应该干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而不应该出现在训练场上 汤小米看到左轮执意不让 于是也不再勉强 等汤小米走后 左轮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 因为汤小米一直都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角色 今天突然这么爽快 都让左轮怀疑着还是不是自己认识的汤小米 没事班长 他总不能来抢吧 对不对 不 他肯定会抢 于是他就让小帅在这里看守训练场 一定不能让他们女兵趁虚而入 不得不说还是左轮了解汤小米 因为汤小米知道左轮肯定不会主动让出训练场 于是他就准备让萧薇出马 用他们死缠烂打的功夫去纠缠左轮 到时候左轮一定会主动退 然而等萧薇来到训练场 却发现是小帅在看守 于是两人就展开了一场抢凳子比赛 虽然萧薇率先抢到了凳子 但是小帅却根本不惯他 也挤了下去 萧薇眼看硬的不行就准备施展女人本色 殊不知小帅却压根不吃这一套 还跟萧薇抱怨起来 自从组建女子实验般 对于他们男兵来说 处处都要让着他们女兵 洗澡要让女兵先洗 吃饭要让他们先吃 最后只能让他们洗凉水澡 吃冷馒头 生活让着他们就算了 就连训练场也要跟他们抢 他们男兵当然不同意 甚至还说 爱人自古就是征战南北的铁汉子 女人本应该就在家里吃麻缝衣 出来丢什么人 这也让萧薇感觉小帅是在歧视女兵 随后就准备推开小帅 这也惹怒了小帅 于是用力一紧 就把萧薇撞了出去 气得萧薇站起来就是一脚 从最初的脚凳子 发展成了拳脚交加 是你逼我的 别怪我手下不流行 但是萧薇又怎么可能是小帅的对手 抱着萧薇就来了个过肩衰 还好萧薇灵活才没有被摔倒 但是两人现在都在气头上 所以出手也不再留情 而且萧薇还在口头上刺激着小帅 讲话一套套 打架两个女人都打不过 这也让小帅彻底爆发 就这样萧薇被这一脚 彻底失去了战斗力 女人就是女人 不堪一击 等瑶池把萧薇扶回宿舍以后 汤小米健壮立马询问原因 萧薇也就把刚才的事情 经过说了出来 他们说 战场上根本用不着女的 我不服气才打起来的 气得汤小米立马就要前去报仇 但是童华却反对她的做法 可是脾气上来的汤小米 怎么可能忍得下这口气 拉着萧薇就要打回来 其他女兵健壮也纷纷跟了过去 留下了童华独自一人 在宿舍不知该怎么办 但是她立马就追了出来 拦在了汤小米他们前面 她不想看见汤小米在犯错误 因为部队有铁的忌人 那就是坚决不允许战友之间 打架斗殴 但是已经被怒气冲昏了头的 汤小米现在什么也听不进去 根本不听童华的劝谈 况且她这样也是在为女兵着想 她不允许任何人瞧不起女兵 我不会让他们去打架 瞧不起女兵 就是瞧不起我汤小米 我这个当班长的咽不下这口气 这个错误我犯定了 快让开 这话一说出来 大家纷纷要跟着汤小米一起前去找说法 随后一把推开童华 气冲冲的就走了 等他们来到射击训练场 蓝冰也发现了他们 于是就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幕 两伙人现在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一场天昏地暗的裙架好似立马要展开了一样 可是等他们没展开 汤小米却说 随后就要打人的男兵站出来 于是小帅就往前走了几步 但是他还浑然不知惹怒汤小米的下场 还在出言不逊 气得汤小米上来就是一脚 随后女兵们迅速赢了上去 利用自身的优势让一群男兵束手无策 只能言语问候 可是小帅也忍不下这口气 当即就和汤小米打了起来 但是汤小米可不是萧薇 他一个新兵能当班长自然实力不弱 随后两人就展开了真正的较量 而其他人见状也停止了争讨 看着他俩的格斗 汤小米完全是碾压之势 就这样小帅被打倒在地 第一钱是为了我们女兵 第二钱是为了我们女人 看到小帅已经彻底服气以后 汤小米才停了下来 随后还跟他们男兵说 记住了 女人不是好欺负 就这样汤小米把他们女兵般的面子给找了回来 也让他们所有女兵对汤小米又更加幸福 正当他们得意洋洋的时候 邓夜连长却黑着脸拦住了他们的去 打架是吧 还赢了风光是吧 滚回去 发生了如此恶劣的打架事件 邓夜就想借此将女兵侦察般撤销 他不敢想象到了真正的战场上 女兵们被俘的下场 凌云也是列举出好几例女兵英雄事迹 来证明女兵侦察般存在的必要性 而且还将米兰搬了出来 这让邓夜更是无言以对 米兰也不想他们再争吵下去 他提议在两个月后 男兵与女兵进行一场对决 将参照男兵的标准来考验女兵 如果在对决中 女兵取胜 将正式保留女子侦察兵的编制 反之将被彻底取消 晚上 凌云向大家传达了与男兵对决的消息 同时也将小米从班长的位置上拿了下来 另一边 邓连长也是将两个月后的考核项目进行了修改 把训练项目的考核改成了男女兵对抗赛 还让左轮组建一支突击队 目的就是不让女兵们通过考核 你记住 不但要赢 而且要以绝大的优势赢 第一 为男兵扬威 第二 彻底地消灭女兵天长班 明白了吗 明白 你见过这样的父母吗 为了能够见女儿一面不惜装病 却是没想到女儿到家还没两秒钟就被揭穿 这天 汤小米正在为了男女兵对抗赛加紧训练 不料下一秒却收到了老爸重病的消息 他赶忙请假赶回家中 见女儿回来 汤沐阳就将早已准备好的病例与CT片交给了女儿 并说医生让他在家静养一个月 作为老总的他还特意跟公司请了假 而就在小米说要带老汤再去医院重新检查一下时 老汤明显紧张地神情 让小米大概就猜出了什么 他细心地参照病例CT顿时就发现了问题 既然被发现了 老汤也就不装了 我这些片子都是借来的 本来想做做样子 给你有个证明 谁知道你怎么看得这么仔细 我汤小米就一个老汤 你要非理真有个义务 我能不仔细看吗 面对小米一系列的批评 老汤也是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临走前 小米还对老汤颁布了三不准政策 不许跟我打电话 不许到部队来看我 不许找理由让我来看你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他就是想多看看女儿而已 被女儿批评 老汤也是极为的郁闷 也是将两人发生的事情 告诉给了汤小米的老妈米兰 得知事情的米兰找来了小米 他特批了小米一天假期 让他好好地去陪陪汤木羊 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因为当兵伤了父亲的心 临走时还送给了小米一本书 他很高兴看到了小米的成长 但不希望这种成长是以牺牲亲情为代价 我想让你看这个书 就是想让你明白 这世界上不是所有的父母 都像汤木羊那样 对你巴心巴肥的好 你就说眼前的人 我就没有汤木羊做的好 当然你会想 他是你爸爸 就应该对你这样 为你付出一切 错了 小米 他也需要你的爱 也需要你的关心 还在工作的汤木羊意外地接到了小米的电话 还说要陪他去逛街 对于女儿的邀约 老汤推了早已安排好的会议 公司再大的事都是小事 家里再小的事都是大事 我要去见我女儿了 不得不说 老汤绝对是以家庭为重的好男人 放下所有的工作 他火急火燎地去找小米 然后两人来到商场买衣服 小米还特意给老汤亲手涂鸦了一件T恤 穿着这件T恤老汤感到十分的幸福 逢人就要炫耀一番 而回到部队的小米 也是为答应左伦的事情开始准备着 还特意为此化了妆 左伦到底请他们帮什么忙呢 小米会如此简单地帮这个忙吗 我们拭目以待吧 行 那我们就给你这个面子 痛快 我就知道你汤绝米一定会答应 那好吧 你们训练吧 我走了 那我就 期待各位的精彩演出了 这是我们昨天踩点制作的地图 你拿回去研究一下 很好 这个在现在非常宝贵 你什么时候归队 我还有最后一项程序 需要测试一下 通过了即刻归队 注意看 女兵侦察班的班长竟与一人秘密接头 还将一份宝贵的地图交给了对方 这人到底是谁呢 就在凌云宣布了男女兵对决后 女兵侦察班就在班长童华的带领下 加强了女兵们的各项体能训练 势必要在两月后战胜男兵 而一向不按套路出牌的汤绝米 却是带着下下搞起了对男兵的侦察 他们发现男兵不光是准备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而且还在秘密地进行内部选拔 看来男兵也是为了两个月后的对决做足了准备 临走时还顺走了男兵的GPS定位器 不成想就是这个举动 让小米正好掉进了男兵的圈套 回到宿舍 因为小米和下下没有参加班会 被罚夜间奔袭五公里 休息时 下下提到了英爪 只要她回来了 男兵的高科技就都没用了 这不免让小米对这位神秘莫测的战友 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这天 女兵们正在训练场上研究战术 这是一辆军车开来 英爪从车上出现 而这个人汤小米并不陌生 正是与她从小一同长大 并一起参军的林木子 满脸蒙圈的汤小米也是十分的生气 当初离开新兵连 小米与大风被分配到了农场 林木子就此没有了消息 这突然的出现 而且还成为了那位被传的 神不其神的阴爪 可对于刚刚木子下车时说的那句话 小米就更加的不明白了 汤小米 我们该为小时候吹过的牛去奋斗了 经过木子的一番掩饰 小米这才意识到自己重疾了 原来 从特训班回来的不只有木子艺人 南宾那边也有艺人早已归队 而这个人就是当初征兵面试时拍摄VR的动动馆 而且他还研究出了一款芯片 专门用于监听与监视 于是左轮便心声一计 让装有监听设备的GPS定位器 故意被小米偷走 好监听女兵们的训练内容 还好木子及时发现 这才使得男兵们什么都没能听到 还给他们制造了假象 让男兵们听到的一直都是跑步的声音 小米在得知情况后便打算将计就计 他要看看到底是谁在组织这一些列的计划 夜里 在木子的调试下 他们让男兵听到了想让他们听到的事情 说要在小树林中进行秘密训练 而且此次训练还是制胜的关键 到了第二天 女兵们来到树林中 但并没有进行什么秘密训练 而是在打牌 此时 一名男兵偷偷向他们靠近 准备看看女兵们在进行什么样的训练 而就在他慢慢向前时 一步踩在了女兵设下的陷阱之中 在女兵们的合力下 直接就用绳子将他制服 随后赶来的小米走上前仔细一看 竟然是左轮 见事情败露 左轮也没有狡辩 赶忙转移话题说 这次过来是为了让女兵们帮个忙 而就在汤小米与男兵们斗智斗勇间 则是收到了老汤重病的消息 这个帅哥竟邀请女兵去当拉拉队 在这紧张的训练中 不免也是一种放松心情的方法 本是来侦查女兵训练计划的作用 结果不成想却被射套索情 无奈之间 也是说出了此行的另一目的 面对男兵的邀请 小米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下来 他们也是为了此次的拉拉队表演 还特意买了些化妆品 女兵们再次看见这些久违的宝贝 一个个都纷纷化了起来 这其中除了一个人 那就是班长童华 而就在大家去进行拉拉队训练时 同样是女人的童华 也没能抵御住爱美之心 偷偷地臭美起来 转眼间 男兵的篮球赛正式开始 女兵们也是在中场休息间上场表演 看的男兵们都是一阵荒忽 而细心的左轮则是在女兵中 并没发现汤祥 她让洞洞拐赶忙回到宿舍 也正如左轮所想 此时的汤小米正悄悄地潜入了男兵宿舍 正当小米得手之际 洞洞拐也是出现将她带了出去 回到宿舍 小米他们拿出偷来的地图进行研究 在三比对后 他们认为这份地图就是真的 只是上面并没有左轮的部署 于此小米断定 此次任务左轮将独自一人进行突袭 于是他们便打算设计将左轮换掉 这天 小杰在取信的时候无意间发现 男兵们又进了一批新装备 得此消息小米就决定带领大家去偷装备 这样不仅壮大自身 而且左轮还有可能因此失误被撤掉 简直就是一举两得 在一番侦察下 他们趁着天黑之际 来到存放装备的地方 顺利地从后门溜了进去 在外巡逻的男兵发现里面有动静 赶忙冲了进去 不料却被女兵偷袭 在将两名守卫放倒之后 女兵们抬着装备逃之夭夭 临走时还故意给左轮留下了一个纪念品 装备被抢 邓叶也是极为生气 他询问左轮接下来怎么办 而左轮却说 希望自己被撤职 将计就计以此来迷惑女兵他们 女兵这边在收到左轮被撤的消息后 极为的兴奋 时光飞逝 男女兵对决也是即将开始 都是准备十分充分的双方 在这场比试中究竟谁能取胜的 我们拭目以待吧 姑娘们 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这是一场在部队中最平凡无奇的演习 双方各出七人进行攻占对决 但此次的演习 却关乎着女兵侦察般的生死存亡 为了能够在演习中得到突破 凌云指导员还特意在演习的前一天 对女兵们进行一场特殊的训练 名字为死亡爬行 规则也是极为的简单 就是背着队友向前爬行 说起来简单 但做起来是非常的困难 短短十米的距离就让大家精疲力尽 休息间 凌云则是问小米他们明天是否会赢 一向自信心极大的小米此时却是犹豫了 半赏后回答说可能不会吧 毫无士气的话 让凌云极为生气 她决定看看小米的极限在哪里 她让小米背着林木子做死亡爬行 不过不是之前的十米 而是五十米 小米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凌云却告诉她必须完成 还在开始前让小米蒙上眼睛 让她在不知道距离的情况下尽全力去完成 小米就这样在凌云和大家的鼓励下 一步一步地向前爬着 十米 三十米 越是往后小米的步伐就越是艰难 到了最后时刻 小米每坚持一步都是对自己极大的挑战 直到最后一步 她实在是坚持不住了 趴在地上大哭了出来 看着崩溃的小米 凌云则是满脸自豪地告诉她 你爬了一百米 她希望在明天的对决中不要因为希望渺茫而放弃 而是应该做出最大的努力 第二天一早 准备了足足半年的演习正式开始 行动前 小米作为此次演习中女兵的主帅 她向大家下达此次行动的作战计划 那就是 所有女兵 一个不留 全部出动 一举拿下对方的老巢 但保守的童华却并不在童小米的计划 她决定独自一人留下独守老巢 而这一切也都被前来侦查的洞洞拐看在眼里 她将消息告诉给了不该出现在这里的左轮 而这也都在左轮的预料之中 她命令所有人按照原计划进行 女兵这边在小米的带领下 他们开始长途奔袭去攻打男兵老巢 途中还遭遇了男兵部下的地雷阵 在下下和木子的配合下清除了所有的地雷 虽然并没有对女兵造成损伤 但极大的减缓了他们的速度 很快 女兵就顺利地来到了男兵所坚守的据点 可对方配备了远超他们的装备与弹药 而且还占据着极为有力的位置 这对他们来说面临了极大的挑战 正当大家讨论战术时 一直沉默的小米却让大家将所有的武器都交出来 大家顿时感到不解 但还是执行了命令 她则解释说 由肖威带领三人 用所有的武器对地点进行猛攻 让敌人认为他们全部出动攻打他们 迫使他们向C点请求支援 而与此同时小米则是带着下下去偷袭C高点 一举拿下对方老巢 对于如此周密的计划 男兵他们是否会因此上当呢 而本不该出现的走路 女兵们能够及时地发现病将其解决吗 坚持住 只要能拖住女兵二分钟 我就能顺利炸到他们老巢 好的 看你的了班长 你这样的兵 我带不起 我也不敢带 你这样刚愎自用的主帅 我看不起 也不愿跟 快看 男女兵对抗赛终于正式开始 可还未开始行动 小米就与班长大吵了起来 战前内讧 本就示弱的女兵还能取得胜利吗 小米带领其余人向男兵老巢进发 很快就来到了对方的据点 可男兵占据C和D两个高点 而且装备还剩于女兵这边 正当大家研究战术时 一直沉默的小米则是让大家将所有的武器交出来 然后让萧薇带三人对D点进行猛攻 来营造出一种所有人一起攻击的假象 迫使他们向C点请求支援 而小米和夏夏则趁机攻向C点 然后一举拿下对方老巢 说干就干 萧薇等四名女兵用所有的武器交替向D点猛攻 可男兵也不是吃素的 虽说女兵火力很猛 但在没有确定对方人数时 他们并没有打算请求支援的意思 久攻不下 萧薇就打算开始用歪招 他让女兵们为他打眼户 然后迅速跑到高地下方 可不料刚进入楼体内部就被男兵所侵活 被俘后萧薇也不反抗 极为配合地跟随对方来到据点处 说报 你们到底有多少人 面对对方的审讯 萧薇则是说自己热了要脱衣服 而正当男兵们转过身时 他趁机拉响了藏在衣服中的手雷 一名男兵健壮赶忙将其护在身下 这才减少伤亡 恭喜你哥们 咱俩都光荣了 游戏结束 回去路上还多个半 这场意外使得此据点只剩洞洞拐一人 而他则认为女兵至少四五人在攻打这里 所以他不得不向C点请求支援 王小帅让其余三人全部过去支援 他则负责留守C点 女兵们在发现对方支援后 便开始进行猛攻 阻截支援部队 在一番激烈的交火下 毛小杰在成功击毙两人后也不幸牺牲 现在的地点成为了二对二的局面 男兵则不再防守改为进攻 打算将此地剩余女兵全部消灭 很快 姚池就被对方索服 还好木子及时出现 在两人配合下 成功将对方一人击毙 姚池也被对方击杀 至此地点只剩木子与洞洞拐两 而在一番交火后 洞洞拐因弹药不足 只好选择假意投降 趁机扔出手雷 不料被木子直接扑在原地同时牺牲 而正当木子为几方 还剩两人向对方炫耀时 动动拐的话 却让他感到情况极为不妙 我们还有我们班长呢 你说左轮 他还在 实际不然 女兵这边其实还剩三人 那就是在一开始 就与女兵们分道扬镳的班长同华 从一开始就绕到 打算偷袭女兵老巢的左门 也是终于来到一处高台之上 只要从这里下去 就可以直打女兵老巢 可正当他放下背包准备破降时 他的身后却是出现了一把手枪 持枪者正是在此地等待已久的同华 原来一开始同华就意识到 他们如此简单地将左轮撤掉 这其中肯定有问题 左轮很有可能会借势还魂 在对决中出其不意地出现 所以才有了行动前与小米的争吵 左轮顿时沉默了下来 他没想到算计了这么久 还是输给了女兵 但他也并不服输 在假借交枪投降时 趁机摆脱同华 与其缠斗了起来 在打斗过程中 同华不慎从台上翻下 他拼命地拽住栏杆 不让自己掉下去 另一只手还用枪瞄准着左轮 他苦苦地坚持着 必须拖住左轮 为小米他们争取更多的时间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同华也是越发地虚弱 就在他坚持不住即将掉下去的时候 一只手狠狠地抓住了他 此人正是赶来的小米 他在之前与同华的交谈中 就感到情况似乎不太对 于是他便将攻打C高地的重任 交给了下下 他则以最快的速度赶了过来 将同华安顿好后 他看向见死不救的左轮十分愤怒 丝毫不给对方解释的机会 直接开打 就这样左轮被小米成功击毙 而另一边 手持狙击步枪的王小帅 则是被下下用冷兵器所击败 这让他感到极为的耻辱 而这最后的举动 应该是他谨慎的骄傲了吧 至此这场对决也是以女兵班的胜利告终 女兵侦察班也因此次的胜利 正式成立 在米妇旅长的宣布下 水路两期侦察班正式成立 由小米和左轮分别担任各自班级班长 并在邓业连长的带领下宣读誓词 可这极为光荣的时刻却少了一位功臣 那就是已经退伍的童华 就在今天一早 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小米 就发现床边放着童华的日记 里面夹着一封写给小米的信 看过信后 小米这才知道童华的离取 凌云此时正带领着全班给童华送别 小米飞快地从宿舍中冲了出来 大喊着不要走等等我 可车辆并没有因此停下 小米冲出了大家的阻拦 就这样一路地追去 洪华看着追来的小米 她痛哭流涕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一点点地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 从小米来到班级时 一直到两人合作为女兵般争光 小米追了好远好远 直到车辆慢慢从视线中消失 洪华退伍了 她将两期侦察般的战旗 插在了两人一起战斗过的地方 将这份荣誉分享给自己的战友 还在院子里种上了苹果树 完成了同华一直以来的心愿 这天 小米因为训练耽误了饭点 凌云也是单独给她开了个小灶 还交给了小米一个任务 那就是她刚招了一个新兵 让小米好好地代代她 还说这个兵非常的厉害 虽说身体素质不是很好 但训练特别刻苦 在很多的技能比拼中都拿了第一 而正当两人谈话间 新兵也是前来报道 报告 小米看到对方时也是愣了一下 这个新兵不是别人 正是当初一起从农场回来时 被分配到其他连队的马大峰 我们一起去的农场 马大峰表现最好 为什么他不能进实验班 这里是部队 部队不公平 他带马大峰来到了操场上 将侦察班的专属配备 隐形枪套交给他 并解释了上面四色标志的意义 马大峰也是在小米的带领下 宣读了侦察连的誓词 在远处观察女儿的米兰 也是露出了微笑 这天 女兵侦察班全体集合 他们迎来了第一次的救援任务 在部队西南方向20公里处 发生严重的房屋倒塌事故 在救援期间 房屋依旧在不停地倒塌 大峰因为救一个小女孩 被困在倒塌的房屋之中 知道消息的小米十分地紧张 不顾大家的阻拦就想冲进去 直到大峰抱着小女孩走出来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对于大峰这种不顾个人安慰的行为 小米十分地生气 而正因为此次的救援行为 给了汤沐阳一个正大光明看女儿的机会 这个想法不错 你是哪个部门的 我销售部的 从今天起 你调到我办公室来 当我的助手 专门负责我女儿的事 注意看 这是一场盛大的军民会演 为了感谢之前在民房他方中的付出 汤沐阳联合部队举办了这场演出 但这其中更是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这天 汤沐阳召集公司所有高层召开会议 会议内容只有一个 那就是如何去见汤小母 然后在一位销售经理的提议下 他们决定利用前几天发生的房屋倒塌事故 跟部队联合搞一个爱党爱国 佣军爱民的互动演出 这天 小米看到老汤来到部队 还以为又是来看他的 当即就有点不太高兴 见状老汤赶忙解释说 是跟他们连队友业务联系 这才赶了过来 小米还以为这次老汤是来找米兰的 就让他赶紧去吧 随后离开了 到了晚上邓连长就通知女兵 由于此次他方事故中 他们的英勇表现 当地部门联合部队 举办一场双拥晚会 并要求女兵班出个节目 很快 演出便正式开始 在一群大妈们的走秀过后 女兵班的舞蹈节目 麻辣女兵 也是开始上台表演 在小米的带领下 女兵们也是展现出了身为女人的魅力所在 表演结束 米兰到后台找到小米 想跟女儿好好聊聊放松一下 可一向很少跟女儿沟通的她 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在尬聊中小米得知 这场晚会是汤沐阳专门为小米组织的 他赶忙到台下找到老汤 询问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在小米的再三挖掘下 老汤也说出真实的目的就是为了见他 小米却认为就是为了见他而已 搞这么大的真实 实在太夸张了吧 不过老汤接下来的话 却是让他知道父亲对他的爱 小米偷偷地找到了凌云 说要给自己家的节目 就在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 小米上台 专门为父亲献上了一首吉他弹唱 歌曲《沐阳》 秋天的风啊 吹散了你的头发 冬天的夜里 有温暖的地方 就是家 歌曲中 他诉说着从小到大对父亲的爱 老汤在台下听的泪流满面 女儿已经长大了 懂事了 爸 你就放心吧 米兰看着女儿的表演 眼水也是湿润了眼眶 夏天的鸟儿 几颤雪花 秋天的风 吹冷月亮 冬天的夜里 有爸爸的地方 就是家 快看 汤小米又再次地向老妈提出了挑战 她要向米兰证明下自己的能力 每天在部队中不断地训练 她相信自己现在有着打败她的能力 但她似乎低估自己的对手 面对挑战 米兰这次没有丝毫地留守 她要打醒这个女儿 在米兰的强硬地进攻下 汤小米没有丝毫地抵抗之力 又一次地输给了亲妈 而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一场赤鹰的招兵 米兰则是这支特种部队的队长 在讲述了赤鹰的由来后 米兰让队员们将伤疤展示出来 随即便问有谁敢参加赤鹰 顿时场下鸦雀无声 寂静的场面则是被汤小米一语打破 报告 我敢 好样的 但是我不想 这戏耍般的话语顿时惹怒了米兰 你不想 就决定了你不配 依我的能力 我没有觉得我有任何不配 我告诉你 为什么不配 米兰也借此告诉给了所有人 想要参加赤鹰就必须考虑清楚 要有为祖国和人民奉献的精神 报名时间只有三天 三天后将举行一场赤鹰选拔赛 选出五人进入赤鹰 而小米为了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 就找到米兰 结果被其彻底的征服 转眼间三天很快就过去 邓夜也是将53份报名表交给了米兰 并说这些只是暂时的 他相信在时间截止前还会有人来报名的 晚上 旅长来到米兰的办公室 他偷偷地将小米的报名表跟其他的混在一起 他怕小米因为犹豫耽误了报名时间 眼看截止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所有人都在为小米报名而担心 就在旅长跟米兰说要向他推荐个兵士 小米来到了办公室 说自己要报名 但因为小米之前的犹豫 米兰并不打算如此轻易让他报名 告诉你 我是不会要一个盲盲来报名的人 面对米兰的刁难 小米也感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副旅长 别人你也会这样问吗 还是说 因为我是你的女儿 你是我妈 才故意这样刁难我 汤小米 看到小米亲自来报名 旅长赶忙将之前的报名表拿了回来 米兰也是在小米的一句话下 拿过了报名表 而郑旅长也是说 自己刚刚要推荐的兵正是汤小米 小米终于成功报名 但作为他好姐妹的大风 却是遭到了拒绝 他又是否能为姐妹出头 争取到报名的资格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能行 你一定也能行 我一定帮你中这口气 我要求 给予马大风参赛资格 你有什么资格要求给予 我要是不同意呢 你必须同意 我不会同意 那我要求 把我的参赛资格给马大风 小米又再次地与亲妈对峙 这次她是为了自己的好姐妹马大风 晚上 小米依旧如往常一样 带着大风进行特训 不过今天的大风却根本不在状态 看着大风如此的懈怠 小米也是极为的生气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你到底还想不想记得资英大队 我想 大风也没有对小米隐瞒 他将今天与灵云的谈话告诉给了小米 没有让大风加入赤英 并不是因为他实力不足 完全是对于他家庭原因的考虑 大风的哥哥已经牺牲了 他们不希望大风再出现任何的意外 对于这个理由 小米根本不认可 既然大风决定了 那么其他人就不能以此来阻止他人实现自己的梦想 他愤怒地找到了米兰 他是我们里最想加入你那个水陆两栖赤英大队的人 并且 我认为他具有这样的实力 应该给大家平等的机会 在两人一番争吵后 米兰并没有因为小米而改变主意 我要是不同意你 你必须同意 我不会同意 没有达到目的的小米找到师傅 在被狠狠地训了一顿后 还是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那就是 两个字 坚持 在得到了师傅的受益后 他小米真诚地向大风表达了歉意 并将新的方法告诉给了大风 第二天 米兰准备去军区开会 但就在他准备出部队大门时 就被女兵们盯上了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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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已出现目标已出现 聚集手准备 聚集手准备 当车辆经过射击训练场时 早已等在这的大风便开始了表演 这一切被经过的米兰都看在了眼里 不过这只是开始 在进行了高空速滑后 大风就开始跟着米兰的车开始负重奔袭 在经历了长达十几公里后 大风突然加速超过了米兰的车 找到了早已经等在这里的小米 没有进行丝毫地休息 就与小米开始格斗 如此举动也是让米兰心软 改变了路线 在观察了两人的格斗后 米兰下了车 在大风的报名表上签了字 大风太好了 真厉害 最难啃的骨头 都被你啃下来了 就这样 在小米的帮助下 大风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米兰看到了他真正的实力 还有那坚定不移的决心 大风 成功了 太好了 现在是小米的 耶 副队长 你今天心情不错 试者成存 战至最后一个的 就是胜利者 你也太狠了吗 只有一个人能活 那就是我 快看 试音选拔赛正式开始 这绝对是真人版的吃鸡 五十四人登岛 只有战至最后五人 才能取得胜利 不管是之前的战友 还是曾经救过命的人 在这里都将成为敌人 选拔竟是如此的残酷 就在小米还在为木子庆生时 米兰就找到了小米 将选拔赛的规则告诉给了他 并直接用车将其拉走 在车上 每人配发了一个警示弹 一旦冒烟就证明被淘汰了 大家刚下车 就发现前方的空头箱 一名男兵率先抢到了武器 一顿突突过后 他解决掉了所有人 不过他却漏掉了一人 那就是汤小米 所谓堂王补缠皇却在后 小米用声东击西的办法 解决掉了男兵 成为此出生地的唯一幸存者 他拿起装备 开始寻找着自己的战友 走了很久 终于看到两人正在对峙 这两人正是他女兵般的战友 他没有立即上前 而是在一旁观察着 此时的木子正拿枪对准着毛小杰 早已放弃抵抗的毛小杰 只希望木子能给他的痛快 可木子却一心想要跟他进行公平决斗 无奈 毛小杰只能故意放手 被木子击中 本是要好的两名战友 却是被规则逼成这样 两人深深地拥抱在一起 可就在这时 小米则发现洞洞拐在暗中埋伏 他赶忙提醒木子 并飞升而出将洞洞拐击毙 可还是晚了一步 木子依旧被击中了 看着曾经的战友开始厮杀 小米越发地不想再继续下去 他想自杀算了 但在大家的一番劝导下 小米决定要按照自己的规则来 没走多久 小米就遇到了大风 并发现了一出山洞可以休息 可就在这时 萧薇则是出现在山洞了 还好萧薇的声音辨识度很高 这才没能造成误伤 在得知小米他们没有口粮 便带着小米去山洞外 挖出自己埋藏起来的口粮 可当两人回来时 大风却是不见了 其实大风早已决定 这次的选拔 一定要靠自己的能力胜出 来找回自己的自信 可小米依旧放心不下大风 于是便与萧薇一起寻找 此时已是深夜 两人就想先休息一宿 等天亮在寻找大风 不过突然的动静 让两人警觉了起来 原来左轮早已发现了他俩 而且还提出他来守夜 让两人赶紧休整一下 看来在这场选拔 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残酷 想要对身边的战友出手 还真不是那么容易能做到的 长达三天的选拔赛 依旧还在继续 一名男兵正悄悄地向木屋靠近 如此一守南宫之地 是很好的避难所 突然一声枪响 男兵直接被击毙 原来木屋中早已有人 而此人正是女兵般的摇齿 正当他成功缴获了男兵的物资时 一把枪正对准了他 来人他也认识 正是小米他们一直在寻找的大风 摇齿将大风带到屋里休息 再得知摇齿已经在这里守了一天一夜 大风对他很是佩服 不过摇齿却说待会儿会有大队人马过来 果不其然 他们突然听到屋外有动静 此刻外面已有大批男兵赶到 目的就是攻打这座木屋 大风和摇齿赶忙开始进攻 阻止对方攻入境来 就在两人即将抵挡不住时 小米和萧薇及时出现 前后夹击将男兵们全部解决 姐妹相见 他们都是非常高兴 可见到小米找来 大风却依旧坚持要走 不管大家如何劝说他 都是无济于事 小米也是不在阻挽 看着大风独自离去 而一直一个人的夏夏 则是不小心落入了别人的陷阱当中 布置陷阱的正是他的姐妹小米他们 四人会合 但小米认为 四个人目标太大 便是提议两两组队进行偷袭 可刚分开不久 夏夏就与萧薇遭遇了王小帅等人 他们看见对方将口粮偷偷地埋了起来 而正当他们打算将口粮偷走时 却是发现重计了 三名男兵直接将他们围了起来 于是他们不得不交枪投降 可刚放下枪 两人就假借吵架 然后趁机对男兵出手 直接将两名男兵解决 但碍于萧薇体力虚弱 也被小帅擒住 在得知萧薇没有口粮才这么虚弱的时候 小帅竟是放下了自己的口粮 然后转身而去 小米他们四人又再次地会合 他们这次打算与一群男兵正面开战 因为萧薇已经长时间没有进食 导致昏迷 马上就要撑不住了 在交战中 男兵虽然被全部歼灭 但瑶池因为能够及时救治萧薇 不幸被对方击中 就在他们准备与瑶池到别时 一批人马也是听到枪声而来 小米便是决定一个人去将他们隐害 而单独行动的大风 也是遇到了大麻烦 八名男兵 竟是一起欺负一个女生 实在是太过分了 大风在离开小米他们后 一直是独自行动 就在他路过一处毒桥时 陷入了男兵的伏击 这边刚解决掉一个偷袭的 草丛中又站起三人 在你来我往的枪战中 成功将三人全部反杀 而就在他刚刚获得了几人的物资后 他又再次地陷入了八人包围圈 男兵们一步步地向着大风走来 一路闯到现在 这些男兵已经没有武器弹药 打算击中人之力将大风这个富婆解决掉 本想依仗人多让大风知难而退 可不成想大风丝毫不惧 只见他将物资捆在身上 男兵们也是拉开了架势 有着武器的大风迅速地开始射击 可男兵实在是太多 在击毙一人后 其他人也都是恭敬到身前 成功打死两个 他决定与男兵们进行肉搏 一人独占多名男兵 大风丝毫不走 而这些也被赶来的小米与佐伦等人看到 但小米却并不打算让大家出手帮忙 他相信大风可以将几人解决 可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在众男兵的合力下 大风被打得口吐鲜血 这同样地激发出了大风的斗志 一名男兵冲了出去 与大风进行肉搏 这拳拳到肉的感觉 就看谁先坚持不住 最后男兵败下阵来 被大风摁在地上狂纵 但很快就被两名男兵控制住 面对如此勇猛的大风 男兵们也不忍再继续斗下去 他们选择了自杀 来成全这位让人敬佩的女战士 几名男兵为大风的英勇表现鼓掌 大风也仿佛看到了哥哥对他的认可 小米他们也赶忙拦住了要走的大风 在小米的苦苦劝说下 大风终于同意了与他们一起行动 而他们也很快就闯到了终点 不过米兰的话 却是让他们高兴不起来 这次选拔赛 能闯过这一关的 算上你们五个人 一共二十四名 这就证明选拔还并没有结束 所有人将在山谷中混战 杀出重围的五人 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名 一向不按套路出牌的小米 她带领着女兵并没有进入山谷 而是利用滑索直接飞到了终点 违反规则的事情 米兰非常的不高兴 于是便决定出 左轮第一个到达的以外 其余八人进行两两对决 胜利者就可以加入赤婴 而小米则是抽到了 她最不想遇到的人 你作弊 潘小米 有些事情 你必须要学会面对 这个女兵竟是在一场格斗比赛中 跳起了街舞 而且还成功地战胜了对方 舞蹈和武术的结合 竟能爆发出如此的威力 汤小米几人用取巧的手段 到达终点后 米兰安排了一场格斗比赛 两两对决 胜利者就可以加入赤婴 而在抽签后 小米愕然发现自己的对手 竟是闺蜜马大风 赛前 她找到还在独自加练的大风 马上就要对决了 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好友 语无伦次地说了半天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大风 你觉得为了这个 牺牲咱俩的感情值吗 难道咱俩之间 有了这个比较就做不了朋友吗 不管对决谁胜谁负 这都让她心里极为的难受 于是她找到了师父寻求答案 她想主动认输成全马大风 可却是被师父狠狠地臭骂了一顿 郑连长还以亲身经历告诉汤小米 她应该直面她的朋友 全力以赴地去较量 即使如此 最后取胜的也未必就是她汤小米 我一点都不觉得 你能够百分之百地能够赢马大风 所以我才来培训 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如果你不尽力 她可以很轻松地就赢你 根本就不需要你账 第二天 选拔挑战赛如期而至 比赛正式开始 其余三组都在为梦想奋力拼搏着 只有小米和马大风这一组迟迟没有动手 很快 其余三组都已结束了比试 下下 萧薇和王小帅三人分别战胜了自己的对手 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是聚焦在了小米和大风身上 大风率先出手 两人战斗非常激烈 你来我王打得难解难分 就在两人势均力敌间 小米突然改变常规的战斗模式 开始跳起了街舞 大风的攻击都被小米的舞蹈躲避而开 最后来一个后蹬腿 将大风踹飞了出去 艰难地取得了本场的胜利 选拔赛正式结束 可小米与大风的隔阂却是越来越深 而下下则是找到了米兰 他主动坦白此次的选拔赛中 实际上早就落入小米的陷阱 而且还是在小米的帮助下 才走到了最后的终点 他不想自己是因为别人的帮助才进入赤英 他要证明自己实力 所以他决定放弃此次进入赤英的机会 这一决定更是增加了米兰对他的好感 于是米兰就找到了正连长 他想给下下一个机会 一个可以证明自己的机会 而下下这次也并没有辜负米兰 因为下下的退出 大风则是以后补的形式加入了赤英 这让他的自尊心更是受到极大的打击 就这样 小米等三名女兵 在大家的痛哭流涕中离开了侦察连 来到特种部队的几人 又将会有哪些表现了 我们拭目以待吧 下下前来报道 下下 你怎么来了 下下 你怎么穿上这身衣服了 原来整个行动 只是一场演习 是的 是场演习 可惜这关 你没过 来到赤英后的小米等人 在点名的带领下 他们又再次地宣读了赤英的誓词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刺激 而是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日复一日的训练 让他们从疲惫到崩溃 最后变得麻木 这天 一个人的突然出现 让他们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赤英 下下的回归 让姐妹们感到颇为的惊讶 而下下也跟姐妹们解释着 她为什么回出现在这里 原来 在下下找到米兰说要退出后 为了证明下下的能力 米兰就带着下下执行了一次任务 也正是因为这次任务 让她又再次地回到了赤英 但也给她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 看到下下的伤疤 小米他们三人惊呆了 这是他们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真正意义的伤疤 也因为此次的行动 下下成为了他们三人的班长 既然下下回来了 那么也意味着训练开始进入下一阶段 这天晚上 小米他们迎来了进入赤英的首次实战任务 一名恐怖分子小包总 明天会出现在一个会所中 他们将利用其好色的弱点 进行秘密跟踪调查 并伺机开展伏击行动 任务下达完毕 一场盛大的变装表演也即将展开 第二天一早 一名帅气的酒店服务员 来给两名小姐送早餐 在早餐中 小米和萧薇找到了他们今日的任务 在得知是在泳池寻找目标 这可把萧薇高兴坏了 终于又可以穿上美丽的泳衣了 她赶忙拉着小米去买泳衣 早已潜伏在泳池的大风和王小帅 也终于是看到了 姗姗来迟的小米二人 而刚到泳池的萧薇 就跟伪装成女服务员的 下下要了一杯橙汁 小米则是第一时间 找到了安全员左轮询问目标情况 可此时的小包总也是察觉到了情况不妙 起身就打算离开 正当路过萧薇时 却是被对方上前搭讪 小姐 您的成真 哎呀 你看你太不小心了 我这衣服可贵了 烦人 一出闹剧过后 小包总在接了一个电话后便是匆匆离开 小米则是在后方紧咬着她 不得不说 派个男的跟踪不是更加方便吗 也不怕换衣服的时候对方跑吗 很快小包总就收拾好了行李 对方行为夸张 老婆原定计划 反映回老巢 行动失败 米兰也是狠狠地批评了表演浮夸的萧薇 跟踪调查最大的机会就是人人注目 这个连最普通的侦察兵都知道的事情 你作为一个赤晕的队员 你为什么会犯错 就在此时 左轮前来报告说 下下已经追踪到了小包总的老巢 米兰立即下令全体行动 并将目标包围进行抓捕 可此时传来了下下成为人质的消息 米兰只能下令暗兵不动 所有人埋伏起来 不久后厂房内传来了下下呼救的声音 为了营救下下 萧薇选择无视米兰的命令 独自一人冲进了厂房 在她的一番搜索后 却只发现了一部收音机 里面循环播放的下下求救的声音 正当她将收音机关闭时 下下则是出现在她的面前 事情败露 米兰也是下令收队 厂房中 萧薇也是明白了 此次的行动只是一场演习 而她并没有闯过演习的考验 成为了唯一的淘汰者 我必须得走吗 我期待着你回来 我明年也得回来 朋友们 今天玩就了开心 所有的消费 我买单 这是一场只有富豪才能参加的盛大酒会 但其中则是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很可能是一次数量庞大的军火交易 上级下令 让赤英潜入此次聚会 摸清会所内的所有情况 并协助警方进行抓捕 势必要将此次交易的组织者大黑牛缉拿归案 米兰对参与人员进行了角色分配 三名帅哥乔装成富家子弟 负责调查会所内所有匪徒的人数和武器数量 而大风则和米兰扮演母女 小米伪装成服务员 对于人员安排 大家都认为作为米兰亲生女儿的小女 更适合大风的角色 可米兰却执意如此 这让小米心中非常的不适滋味 她找到米兰想问得清楚 米兰也并没有隐瞒她的想法 只因剧本中的母女关系非常好 而她们则是无时无刻都在对着干 出于对任务的负责 米兰不敢就此冒险 但小米依旧没有放弃 她向师父郑旅长寻求帮助 可身为米兰领导的旅长也无能为力 不过却给小米推荐了一个人 小米啊 如果你真的想争取到这个任务的话 你爸可以帮你 我爸 如果真的有一个人能够说服你妈 那就是你爸 接到小米的求助 老唐很快地就来到了部队 而且一向怕老婆的她 还为此与米兰大吵了一架 你不能赶我走 我是代表汤小米同志 来跟你谈一谈的 两国交战她不展来史呢 这是我的工作 跟你没关系 跟女儿跟我有关系 我觉得你对她不公平 这里没有女儿 只有战士 那你 你就是对战士不公平 随后又是苦口婆心地劝导着 如此软硬兼施的手段 的确打动了米兰 将小米与大风的角色进行了对调 而事实也是证明众人的眼睛是血亮了 很快 酒会随之而来 所有战士都已到达指定位置 为了能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左轮还邀请小米跳了一支舞 狼才女帽顿时成为了整个酒会的焦点 酒过三巡 小米也是微醺了起来 学着赵公子也豪爽了一把 今天我安救了开心 所有的消费 我买单 说完就要回房间休息 可却在路上偶遇了目标人物大黑牛 于是她便索性跟踪她 可却被对方发现 抓个正着 虽说小米机智地搪塞了过去 可却还是让大黑牛警惕了起来 为了安全起见 她索性将米兰母女请到了自己的房间 而且还分开问话 打算试探他们的真实身份 对于对方的问题 虽说小米回答得滴水不漏 但大黑牛对于二人的身份 则更加的怀疑起来 安吉 回答得真好 就像 被我的一样 为了解除大黑牛的怀疑 母女俩还上演一出感情大戏 可这依旧没能取得大黑牛的信任 青哥 看来这对母女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哭得这么死去回来 我宁愿相信他们是一对演员 而就在大黑牛打算将母女俩暂时留下时 一人的出现直接打破了他们所有的计划 你是谁啊 我来找我老婆 我说过 在我的字典里 没有投降这两个字 在我这 只有鱼死 没有网坡 就在军火商打算将米兰母女扣留在此处时 老汤却是及时出现 原来 本是给女儿送东西的汤沐阳 在见完小米后并未离开 而是同样住进了这家酒店 并且土豪般地开了三间总统套 在发现米兰母女被人带走后 他赶忙找到铁龙告知情况 还要求独自去营救米兰母女 于是便在铁龙的安排下 汤沐阳就以安吉父亲的身份 出现在了米兰他们的面前 这计划之外的情况 让米兰二人都是愣了一下 还好二人的演技都不错 而且本就是一家三口 表露出的情感也是极为的真实 甚至老汤还为米兰送上了戒指 这无疑是威力极大的助攻 就连一直怀疑他们的大黑牛 都看不出任何的破绽 于是便果断地放三人离去 另一边 左轮他们正在紧急调查武器库的位置 有了小米他们的拖延 给他们的调查争取了不少的时间 在一番搜索后 他们基本可以断定武器库就在三层 左轮便打算前去查看 可刚开门就遇到了两名保安 于是便只能装罪 被保安送回了房间 为了炸出武器库的位置 点名索性触发了三楼的警报 哪里的守卫多 那么武器库必然在哪个房间 听到警报的大黑牛也是赶忙派手下去查看情况 场面顿时陷入混乱 伪装成服务员的大风 则是趁乱摸清了所有武器的位置和数量 可就在大风打算撤离时 却是遇到两名黑衣人 不慎将耳机掉落 指挥部一直都联系不上马大风 米兰只能下令行动 由汤小米负责寻找马大风 围捕开始 赤英迅速接管酒店 左轮也是找到了还没来得及逃走的大黑牛 就在双方对峙时 小米带着大风及时赶到 三对二 大黑牛也意识到了情况不对 于是便打算投降 可正当小米上前搅护武器时 意外却是发生了 我说过 在我的字典里 没有投降这两个字 在我这儿 只有鱼死 没有王婆 小米被挟持 为了小米的安危 左轮选择放下了武器 在这危机时刻 小米却向左轮要来了银子弹 然后谎称这个银子弹是一枚微型炸弹 而就在这危机时刻 却被告知这是一场军事演习 老铁 好好的一场军事演习 怎么让你的徒弟 给搞成一场生死离别的情感大戏了 原来他们所有人都被骗了 这一切不过是早就安排好的一场演习罢了 演习很成功 我记住 威胁 情感成的 注意看 这个女孩请假出门旅行 可不曾想尽是误上了一艘贼船 本该是15分钟后才开船 可他们刚上船 船只便是离开了口岸 满脸不解的小米找到导游询问 在比对了航海路线后 导游也是发现了不对 于是便打算去找船长问下情况 可却直接被匪徒们控制了起来 小米见情况不对 赶忙躲了起来 无意中捡到导游的日程表 这才明白过来 113船 我们应该上113 怎么上了118呢 这个导游真糊涂 看来是上了贼船了 原来这是一帮偷运军火的境外匪徒 在港口略坐停留时 一群游客误闯了上岸 于是他们索性带着人质一起走 而此时的船舱中 一群匪徒已经持枪将所有游客控制了起来 手机也被没收 机智的小米便趁机将配电式的电线剪断 以此来拖延时间 匪徒在发现船舱被动了手脚 便打算将所有人质转移到附近的几栋尾楼中 可就在给人质们进行伪装时 匪徒偷偷便是发现了藏在桌下的小米 好在有一位老人的帮助 匪徒才没有过多的怀疑 很快 赤鹰便接到上级的命令 协助公安对这群匪徒实施抓捕 另一边 匪徒已经将所有人质转移到了烂尾楼中 小米为了能和外面取得联系 他将之前偷来的手机开机 不过手机刚开机 铃声就响了起来被匪徒们发现 不过虽说时间短暂 但木子还是很快地就定位到了手机的位置 发现了匪徒们的藏身之地 而米兰却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正在人质当中 而这一切也都是小米所谓 有了手机的匪徒 跟米兰进行了沟通 他们向米兰索要一架直升机和一些郁寒的东西 但米兰却是提出要派谈判专家过去 在所有郁寒物资准备好后 米兰就只身前往烂尾楼 谈判中她提出要见见所有的人质 可匪徒根本不给她这个机会 提完要求便将米兰送了出去 而在匪徒给人质分发郁寒物资时 便是猜到赤银应该是到了 于是便借机要上厕所 将随身的银子弹项链挂在树上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前来查看地形的左轮就发现项链 她断定小米一定就在人质当中 她找到米兰说明情况 听到这个消息 米兰也是十分震惊 但为了所有人质的安全 她必须保持冷静 在收到匪徒传来的照片后 他们果真看到人质中的小米 还与旁边的大爷摆出了一个奇怪的手势 在大家分析中 他们猜测小米是想让送苹果进去 而匪徒的电话也是随之而来 说人质饿了 让他们送食物进去 就这样 苹果被送了进去 只见一旁的大爷在吃了苹果后 就开始呼吸困难 眼看就要不行了 原来小米事先早就知道 大爷对苹果过敏 于是才有此计策 目的就是将匪徒们分开进行解决 可正当计划在暗部就张进行时 意外再次到来 只见汤木扬拎着一个大箱子找到米兰 质问小米的情况 在得知小米的确在人质中的时候 她咆哮着对米兰发着脾气 还执意要带着钱去救小米 看到马上就要抱走的汤木扬 米兰只能让战士将她看住 但刚刚汤木扬的一番话 让米兰的情绪再也无法控制 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小米的计划会顺利地进行吗 所有人质又是否能够被安全救出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在小米的安排下 老爷爷明知道自己对苹果过敏 但还是毅然决然地吃下了苹果 这完全出于对小米的信任 只见她刚吃了一口苹果 就开始呼吸困难 眼看就要窒息 在小米的提议下 他们将老爷爷带到二楼通风处 匪徒偷偷在得到消息后 也是第一时间通知了米兰 并且说自己立刻就要一辆大巴车 而米兰在给匪徒们准备大巴车的同时 也在四周埋伏下了狙击手 一号狙击手到位 二号狙击手到位 三号到位 与此同时 来到二楼的小米 趁匪徒不注意 突然出手 干净利落地将两名匪徒解决 而在三名匪徒前去接管大巴车的时候 左轮等三名狙击手 也是同时开枪 将三人一起击毙 但枪声也将匪徒引来 正当小米寻找其他匪徒时 匪徒偷偷突然出现 用枪顶住了他的脑袋 无碍 赤鹰也是展开行动 但在抵达目标所在时 却不见了匪徒的踪影 只有几名男性员滞留在这里 而这时一辆大巴车 从米兰后方飞驰而过 米兰立刻意识到了情况不对 他奋力地追赶着大巴车 然后纵身一跃跳了上去 成功进入到车里的米兰 与匪徒们展开了近身肉搏 可匪徒们根本不是对手 在撂倒几人后 匪徒偷偷就遇对小米开枪 米兰为了救小米 不幸中枪从车上摔了下去 手雷也是从手中脱落 在他身边引爆 小米此时寒怒出手 将匪徒偷偷打个半死 接着他飞快地跑下车 冲着之前的爆炸处跑去 面对战友的阻民 他拼命地嘶喊 可却没有丝毫地回应 看着眼前的废墟 他整个人都傻了 直到此时 他才知道米兰对他来说 是有多么的重量 此时汤木扬也是闻讯赶来 冲着废墟呐喊着 你别吓唬我 你吓了我拯救二十年了 米兰 忽然 仿佛听到了汤木扬的呐喊 米兰奇迹般地从废墟中走了出来 一家三口此刻紧紧地抱在一起 另一边 大风在疏散被解救的人之时 却意外地发现了 小女孩的身下有一枚炸弹 他紧张地剪断了炸弹的影线 可本以为已经安全了 炸弹又再次被启动 在环顾四周 发现此处严禁烟火后 他果断打算开车远离这里 车辆飞速行驶 他持续地加大油门 只希望远离危险地带 看到车辆爆炸 所有人都愣在了那里 他们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在葬礼上 米兰将大风用生命换来的一等功勋章 授予了大风的父母 为大风了却了心愿 班长 这儿能立一等功吗 一等功 能力 跟几年有一个战型 去抗路强险 提升 他是拿了一等功 铭枪敬礼 三年后 之前老班长同华成立了一家培训机构 专门培训女子护卫和私人保镖 萧薇也回到了赤英 而且还成为了一名教官 最为幸福的当属下下了 会议后的他 将他们当兵的经历改编成了电视剧《麻辣女兵》 在各大电视台热播 成为了明星的他还向点宁求婚了 而点宁则是在给国外特种兵培训 邓夜也和凌云指导员结婚了 还怀了孩子 土豆班长和小谢都复原了 他们带着太子开了一家老兵饭店 木子则是跟洞洞拐结婚了 婚礼上 老汤也是和米兰重归于好 还经常一起研究电影发展史 最后就是我们的男主和女主 小米将自己所有的成长记忆送给了佐伦 并且一起来到湖边看日出 幸福地靠在佐伦的肩膀上 至此 麻辣女兵到此结束